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出生没多久,生父就把我扔在牛棚、羊棚里 让我和刚出生的牛仔、羊仔抢奶喝 后来,我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的清华的学生 毕业后,我年薪百万 生父却突然出现,拦着我的车 让我给他二百万,否则就撞死在车上 我猛踩油门 既然要死,那你就去死吧 我出生时,刚喝了一口奶 我妈就跟村外的男人跑了 我爸觉得我不是他的种 寒冬腊月的,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不管不问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小小的婴儿饿着肚子哭了一天一夜 街坊邻居被我吵得睡不着觉 闹到了村长呢 村长从郑寡妇的被窝里带回了我爸 要他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我爸耿着脖子,面红耳赤地说道 这兔崽子就是个野种 谁要养谁去养 我可不幸当这个冤大头 也许我底下挂个靶 村里的人都会争着要我 可惜的是,我是个女儿身 女娃有什么用 还不是自己亲生的 谁都不愿意家里多一张吃饭的嘴 最后,是有人提议把我送给东村口的张婆子抚养 张婆子是村里有名的汉妇 一张嘴力得能戳死人 她早年丧夫 独自拉扯着一个儿子 如今儿子早在城里安了家 许久都未回来过 村里人觉得她单身老太婆一个 又无家无口的 刚好养我做个伴 村长思索了许久 吐出了一口烟圈 鸟鸟的烟圈熏得我睁不开眼 她迟疑了片刻 最后叹道 我去跟着老太婆说说看 说来好笑 村长刚对张婆子说了来意 就被这汉妇赶出了家门 嗓门大的十里八乡都听得见 去去去去 我老太婆过得好好的 干嘛没事给自己添堵 合着村里分钱分田 没有我的份 出这种事 你们倒计起我这个人了 张志春 我倒要问问你这村长是怎么当的 看我老太婆一个好欺负不是 村长兴兴地来又灰溜溜地走 面子里子都被张婆子弯了个干净 我就像烫手山芋一样 又回到了父亲手里 可我那醉鬼父亲早已喝得不省人事 刚生产的陈翠翠 实在看不下去了 掀了衣服 给我喂起了奶 乳汁甘甜 饿了一天的我在吃饱喝足后 终于沉沉睡去 沉翠翠母性泛滥 央求他男人 哇他爸 你看这孩子多可怜 要不咱们把他收养了吧 一个孩子喂也是喂 话还没说完 换来的是他男人的一顿拳打脚踢 拜家娘们 我娶你是来给别人家孩子喂奶的吗 我都还没喝够呢 看吧 这就是村里女人的命运 如果可以选择 我相信所有人都恨不得投个男儿身 沉翠翠被他男人拖走了 怕我醒来找不到东西吃 临走前给我挤了一碗奶 这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大善意了 可又有什么用呢 那碗奶被宿醉醒来的父亲 当着节酒要喝了 他魂不吝地灌下了大半 咽都没咽下去 就吐了出来 奶味太腥了 我又开始饿肚子 成宿成宿地哀嚎 父亲被我吵得受不了 不知道从哪里想来的搜主意 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把我塞进了有养牛羊的人家 我就跟着一群刚出生的牛仔 羊仔抢奶喝 村里人怕出事 发现后就把我送了回来 可父亲转手又把我送了出去 别的小孩是喝百家奶长大的 起码喝的是母乳 我呢 喝的是牛乳 羊乳 那天 鹅毛大雪 我被父亲放在不知道 哪户人家的羊棚里 色缩着身子 眯着眼睛胡乱找奶喝 羊妈妈察觉到 我不是他的宰子 把我踢到了雪地上 天 是极冷的 滴水成丁 还是婴儿的我被冻得哭不出声来 我能清楚地感知到 生命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人的求生欲望是极强的 哪怕是婴儿也是如此 我拼着浑身气力炸出来 最后一点的哭声 终于唤醒了屋内的人 门开了 暖黄色的灯光落满了雪地 穿着绣花大棉袄的老妇 把娃娃大哭得我抱了起来 他用粗糙的手指 捏着我的小脸 嘴里骂骂咧咧 到底是哪个挨牵刀的畜生 把讨债鬼扔我家门口了 话虽如此 他还是把我抱进了屋里 屋里烧了炕 还弥漫着饭菜的香味 暖得让人昏昏欲睡 老妇拿着新榨出来的羊乳 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我 我饿极了 吃得满脸都是 许是我的迥样逗乐了他 他的骂声里都带上了宠溺 有娘生没娘养的兔崽子 吃这么快 是要把老太婆我都吃穷吧 会不会吃穷我不知道 但那晚是我出生以来睡得最熟的一晚 耳边弥漫着的是不成条的摇篮曲 第二天 晨光微亮 张婆子就拎着刚杀的鸡和腌好的腊肉 叫上村长 上我家去了 这是村里的老规矩 收养别人家的女娃需得带上一鸡一肉 若是男娃就得带上一头猪 我爸正和正寡妇私混 连衣服都还没穿好 就着急忙慌地接过东西 在收养协议上签了字 村长一边催促他穿衣服 一边说道 金宝 从今天开始 这娃子就跟你没关系了 女娃子一个 有什么好稀罕的 赶快领走 我还乐得清静嘞 说完 他又关上了门 屋内很快就传来暧昧的声音 张婆子眼里揉不进沙子 往地上狠狠脆了一口 我呸 我老婆子活了这么久 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贱男人 这娃要是跟了她 怕活不过明年冬天 就这样 稀里糊涂的 我成了张婆子的外孙女 她说 我是喝羊奶长大的 又经历了九死一生 于是给我取了个羊妞的小名 直到上小学要落户口时 人家说这个名字太俗气 要正是一点的 她才拿着借来的字典 就着微弱的油光 一页一页地翻看 给我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张杨生 杨生写阴阳生 在一众的翠花春梅中 我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那时候经济不发达 养孩子可没有现在这么惊喜 尤其农村人就是一粗养 孩子万一有个头疼脑热 男娃还能带去镇上看看 女娃就是自生自灭 要是死了 也是他们的命 可张婆子对我伤心得很 我身体一有不舒服 就带着我找大夫看 村里医术最好的赤脚大夫 是洪博 一来二去 都快成我熟人了 我每次都喜欢抓着她的落腮胡丸 扯得她嗷嗷喊疼 这时候张婆子就会骂我 骂我是她前世的讨债鬼 怎么投了个病殃子重 看个病要花那么多钱 我没有钱的概念 见张婆子不高兴了 便奶生奶气地说道 婆婆婆 看病要花多少钱 要 要不就别看了 张婆子没什么好气 我是上辈子欠你什么了 探上你这个祖宗 她这么骂着 可下一次我又生病了 最着急的还是她 有一次 我突发急性懒尾言 疼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着实凶险 张婆子背着我 连夜敲开了红博的门 红博一看 只摆着手说看不了 得马上送县医院 要不然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张婆子一辈子都没出 这个巴掌大的村 县医院 那是什么地方 对张婆子来说 可能就和书中的老北京城差不多 村里去过县城的只有我的生父 无奈之下 张婆子只好舔着老脸 求她带我上县医院看病 门开了 只一眼 又马上关了起来 张婆子的话都还没说出口 就吃了闭门羹 屋内传来我生父的骂声 臭老太婆 又想讹我出医药费是不是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换作平常 被人指着鼻子这么骂 张婆子肯定毫不客气地反击回去 可为了性命垂危的我 一辈子凶悍的张婆子却在此刻软了下来 她一遍遍地敲门 哀求道 金宝 那是你女儿啊 你就行点好 救她一命吧 滚 她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了 里面传出来的声音这么说道 乡间的夜晚月明星夕 静寂无声 本该是个好梦安睡的夜晚 回荡的却是张婆子撕心裂肺的哭声 最后 我还是被送到了县医院 张婆子同我生父做了交易 只要她愿意送我这一趟 家里的母羊和小羊就一并送给她 一头母羊在那时候可以卖上两千元 这几只羊是张婆子的新头宝 也是家里的经济来源 生父牵了羊 又把我们送到了医院 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徒留我们婆孙俩在医院一筹莫展 张婆子不识字 也不知道看病的流程 就背着我 看到穿白大褂的 就给人下跪 求人家救我 我连夜做了蓝尾摘除手术 医生说 要是再晚一点 命可能就不保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天光大亮了 张婆子浮在我的床边 阳光勾勒出她勾楼的背影 不知道为何 以往觉得宽大的背影 竟然那么瘦小 婆婆 我哑着嗓子叫了她一句 张婆子立刻醒了过来 手忙脚乱地查看我的情况 杨妞 你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很想和她说一句 婆婆 我没有不舒服 但真的很心疼你 这句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看着她一脸关切的眼神 开口道 婆婆 我想吃糖葫芦 张婆子洋装生气 吃吃吃 就知道吃 大夫说了 这几天都得吃流食 你不要命是不是 然而说完后 她立刻出门给我买了一根 沙沙的果肉 裹着脆脆的糖衣 我咬了很小的一口 酸酸甜甜的 嘴巴里若有若无的药味 都散了个大半 要是生活也像糖葫芦这么甜 不知道该有多好 那时候看病是很贵的 我住院的这段日子 掏空了家里仅有的微薄存款 养给了我生父 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没了 张婆子虽然面上不鲜 可我知道 她心里比谁都着急 毕竟 我要吃饭 我要上学 还要看病 她开始给村里人打零工 二狗家的忙着娶媳妇 缺一个做宴席的好手 她去 翠翠姐家最近忙农活 缺一个插秧的能手 她去 只要谁家里有个急事 招呼一声 都能让她搭把手 张婆子成了村内人人 都可以使唤的帮工 村里人都说 张婆子最近脾气好了很多 见谁都是笑咪咪的 可不是 为了那点微薄的工钱 她硬是把自己搓磨了个干净 这天 村里有喜事 张寡妇要和我生父办婚宴 宴请了全村人 二人的关系 在村里早不是个秘密 我妈离开后不久 二人就对上了眼 一番天雷动的火后 张寡妇生了个大胖儿子 紧接着就是搭伙过日子 农村人 哪来那么多讲究 背头一盖就完事了 因此喜宴一直迟迟没办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老夫老妻了 突然来这一套 我对张婆子说道 婆婆 别去了 那是他们的好事 跟咱们又有什么关系 咱们咸菜拌饭吃着 也不去受那窝囊气 张婆子还是去了 不过不是去当客人 而是去帮忙上菜 忙上这一天 下学期开学 可以给我多买上几本新书 屋外鞭炮阵阵 我独自缩在屋里 心里却委屈得不行 凭什么我那垃圾父亲 就过得那么好 我辛苦了一辈子的婆婆 就要为了那碎银脊梁 弯下身子 等我再回过神来时 我已经跑出了家门 张寡妇看到我 洋装亲热地拉我上座 她画着粗糙的妆容 劣质的婚服 都掩盖不住她凸起的肚子 村里人打趣道 金宝这经历可以啊 都一把年纪还能播种 威力不减当年啊 张寡妇甜蜜地 俯上自己的肚子 拉着我生父到处敬酒 金宝这个死鬼 都这么多年 孩子都两个了 连个名分都不给我 要不是多亏了 杨妞和张婆子家的羊 卖了个好价钱 我这婚宴 都不知道要盼到什么时候呢 我去算过了 神明说 我这肚子里的 还是个儿子 儿子好啊 比女娃强多了 也多亏了这个儿子 金宝才答应帮我办婚宴 她故意在我面前喊得大声 也不知道在炫耀什么 可能觉得自己抢了我生父 又有了儿子 比我这个只有孤寡老太婆的小丫头 强上许多吧 我默默地喝了一口水 语出惊人 也只有你这没脑子的女人 才把那种男人当宝 张寡妇没想到 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气急了 养手就要打我 你这有娘生没娘养的小贱人 今天我就替你爹教训你一下 可她忘记了自己是个孕妇 根本比不上身材娇小的我 我灵活地在人群中穿梭 躲过她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宴席的现场人慌马乱 张寡妇一个不留神 撞到了正端菜上桌的张婆子 好巧不巧 滚烫的热汤尽树洒在她身上 她痛得面目猙獰 话都说不出来 快 快来人啊 陈金宝 你婆娘受伤了 有人赶忙进屋 喊在里面喝酒的声负 但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张婆子抱着脚缩在地上 许久都没有动弹 我艰难地扶起张婆子 婆婆 你怎么样 你先忍着 我马上带你去找红伯 她却喘着粗气 忍者疼 对我说 杨妞 你快跑 你生父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快 快走 别管我 都这种时刻了 张婆子心里想的还是我 我抹干了眼泪 愤愤地说道 是那件女人追着我打 自己摔倒了 关我屁事 生父恰好赶了过来 听见这话 随手抄起板砖就要砸我 张婆子赶忙把我护在身后 我红着眼和她顶嘴 你杀呀 你有本事倒是杀了我 正好让大家看看 你是怎么当父亲的 拿女儿的前半婚礼 陈金宝 你可真有种 我妈当初是怎么瞎了眼 跟了你这窝囊中 你今天要是动了我和婆婆 两个人一根汗毛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她被我一副 你感动我就跟你拼了的气势 吓到了 竟然后退了两步 村里人也跟着劝道 快送你家婆娘去看大夫 你看你在这里 跟小姑娘支什么气 再晚点 你婆娘肚子里的孩子 恐怕不保理 听到她的宝贝儿子 可能有个三长两短 陈金宝这才慌了 撂下一两句狠话 气冲冲地走了 我把张婆子送到了红伯那 红伯说 张婆子年纪大了 骨头本就比年轻人松脆许多 幸运的是 没有摔倒心脏 脑袋这些关键部位 只不过 可能会落下残疾 终身走不了路 也就是说 张婆子只能躺在床上 等待着别人的伺候 这一场意外 瞬间抽走了她的精气神 一瞬间 仿佛老了十岁 我知道 她是怕拖累我 怕成为我的累赘 可婆婆 要是没有你 又怎会有我的今天呢 你才是我的一切 是我一辈子要保护的人呢 我开始忙得团团转 又要照顾婆婆 又要兼顾学习 还得顺便打点灵工 时常一回家累得倒头就睡 张婆子担忧我的身体 想分担着帮我做些家务 她试着跪在地上做饭 结果差点打翻了油锅 要不是我恰好感到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思索良久后 我决定辍学 专心照顾张婆子 一边赚钱维持生计 那时候我刚考上高中 学校是市里的老牌中学 成绩抓得很严 实行的是封闭管理 等于我十天 半个月都回不来一次 实在无法维持学习 与生计之间的平衡 我把这个决定同张婆子说了 她皱着的脸颤抖了几下 泪水瞬间滑落 她躺在床上 苍老的面孔暗淡无光 杨妞 是我这把老骨头拖累你了 我紧紧抱住她瘦小的身体 发自内心地说道 婆婆 只有你才是对我最重要的 村里根本没有赚钱的门路 同村的秋兰说 镇上开了一家作协的工厂 多劳多得 勤快一点的 算下来一天能有这个数 只不过 得住在那儿 每天来回的话 路上要花费很多时间 我算了下工钱 咬了咬牙 心头一狠 决定先去斜场试试看 每天来回照顾婆婆 午饭就请隔壁的翠翠姐帮忙带给婆婆一份 于是我天不亮就得起床 徒步五公里赶最早的班车 回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透了 路上都能听到若有若无的憨声 好在的是 钱一点一点多了起来 我甚至可以给婆婆抓更好的药 有时候下班早一点 还能从镇上带些新鲜小玩意儿给婆婆吃 她每次都会怨我 让我把钱存起来 买这些小孩子家家的玩意儿干什么 可当看到她吃的时候 露出的笑容 我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那时候是厂里年纪最小的员工 因为读过书 又长得还行 厂里面的男员工都喜欢跟我套近乎 看我筐里有做不完的鞋底 会上手帮我那上几双 休工的片刻 会偷摸着在我工位上放上一瓶水 或是几颗小糖 我的备受关注惹来了一些女员工的不满 经常扎着堆的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他们笑我考上了高中 最后不还是跟他们做的一样的活计 他们会在打饭的时候 故意把我挤到最后面 让我只能吃剩下的锅底菜 一口下去 闲得能把人酷出眼泪来 又或是趁我上厕所的时候 把我那好的鞋底给拆开来 一桩桩 一件件 我都忍了下来 不去跟他们计较 只要能赚到钱就行 我在心里同自己这么说道 那天午休回来 我脑袋昏昏沉沉 也没看清凳子上的东西 就这么直直地坐了下去 疼痛便洗五脏六腑 我往身后一看 屁股上扎着四五个图钉 轻轻一碰 就痛得不行 不用猜都知道是有人故意为之 平时跟我一直关系不好的赵梅 在这时候凉凉开口 杨生啊 你这是遭报应了 平时就喜欢勾引男人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专门整治你 狐媚的地方呢 厂里的女人都比我大上许多 有的孩子都好几个了 从来不忌讳说上这些婚话 我虽然年纪小 耳濡目染之下 也听懂了赵梅的言外之意 在回过神来时 我们俩已经扭打在了一起 不管旁人怎么劝都不松手 但身材瘦小的我如何是赵梅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她压在地上 扯着我的头发直往地上磕 额头被磕破了 血水混着汗水滴进眼睛里 酸涩地睁不开眼 管师的负责人吓坏了 赶忙把我送到医院 额头上缝了三针 屁股上的涂钉也被拔了出来 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 张婆子知道了这件事 哭了一整晚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她肿着眼睛捅我说道 杨妞 要不回你 生父那去吧 跟着她 起码有个饭吃 也不用像现在这样 学校都上不成了 还去打那劳神子宫 被欺负成这样 婆婆年纪大了 现在又动不了 每天看病吃药都得花钱 你还年纪轻轻 不能就这么被我拖累了 婆婆 你说什么呢 我顿时拔高了声调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求她施舍一分钱 少年人总以为自己能闯天辟地 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我以为只要我强大起来 赚更多的钱 就能成为婆婆强大的后盾 但现实的巴掌 总是来得及时 第二天上工 我就被开除了 赵梅的亲戚认识 鞋场的老板 对他们来说 开除我就是一句话的事 就这样 我失业了 少年人的酬颜壮志 宛若笑话 回村的路上 我怅然若失地蹲在池塘边 思索着以后的出路 婆婆身体还没好 这家注定是要我来扛的 还没考虑出个所以然 就看到洪博步履匆匆 神色焦急地往我这边赶 洪博 我叫住了他 您这么急 这是要去哪 洪妞啊 洪博眼神不好 这时候才发现 蹲在池塘边的人是我 她抓着我的手 因为过于激动 话都说不太利索 快 快跟我 回去 你乃 你乃出事了 你 你说什么 婆婆怎么了 人在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 是无法思考的 我像疯了一般往家跑 明明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我却跑了好久 好久 仿佛我怎么跑 拔腿跑断了 都到达不了终点 张婆子是在屋里上吊自杀的 高高的屋檐吊着绳子 里面套着她瘦弱的身体 只差最后一口气 我们就天人两格了 多亏了给送饭的翠翠姐 当即割断了绳子 救了婆婆一命 躺在床上的张婆子紧皱着眉头 脖梗处绳索留下的身紫色淤痕 触目惊心地提醒着我 差点失去婆婆的这个事实 婆婆是最迷信的一个人 她时常和我说 杨妞 你知道不 不管日子过得有多难 都不能寻死知道吧 自我了断的人是会下地狱的 如今 最迷信的人 反而自寻了短见 桌上放着一张薄薄的纸 那是婆婆的遗书 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 说着家里藏钱的地方 她让我用这些钱 继续读书 要是都花光了 就把这老房子给卖了 还让我不要怪她 她这一辈子已经活够了 如今不想当个只能被伺候的废人 眼泪滴落在纸上 晕染出深深浅浅的浓墨 张婆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她颤抖着举起手 抹去我的眼泪 声音沙哑得不可思议 杨 杨妞 别哭了 你还这么年轻 婆婆不想拖累你 声停第一次 我对张婆子发了火 我把所有的委屈 不舍通通吼了出来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就这样一走了之 那我怎么办 不是你说的 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能轻言放弃 自寻短见吗 不就是腿不行了吗 别人断手断脚 都还过得好好的 咱们怎么就不能过了 张婆子被我猴得眼眶通红 我不禁软了语气 婆婆 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 你要是走了 我也就不活了 那天 霜雪严寒 宛若十多年前 我出现在张婆子家的那个冬天 北风呼啸着卷走我们二人的哭声 张婆子的哭声 欠声混杂在里面 直至小米不见 人既然活了过来 日子还是要过的 洪博给张婆子找了个简单的差事 帮他分类草药 每个月象征性地给点工钱 钱虽然不多 但有了事做 张婆子的精气神明显好了许多 洪博对我说道 妮子 你洪博能力有限 也就只能帮到这了 往后还是要看你们自己 谁家都有个过不去的坎 熬过去就好了 是啊 我身体康健 婆婆尚在人世 还有什么奢求的呢 只要熬过去就好了 采购物品的路上 我遇上了许久未见的刘老师 他一见我 连东西都顾不上拿 就抓着我的手不放 张扬声 你婆婆说 你连学都不上 跑去打工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刘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去办退学手续那天 他正好有失出差了 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只是怯生生地说道 老师 婆婆腿摔坏了 干不动活了 家里没钱 太常见的理由了 村里的姑娘们 大多因为没钱 不得不打工 补贴家用 而挫了学 刘老师沉默了片刻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懂了 这件事交给老师来办 下周一你就回来上课 我还晕在鼓里 上学 不行的 老师 我婆婆还要我养呢 刘老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别人我就懒得管了 但你是个读书的料子 我不忍心看你白白荒废了自己的前程 刘老师说的天花乱坠 让我不要只盯着眼前 等考上大学后 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赚更多的钱 可考大学 考名校哪有那么容易 我们这个小乡村 这么多年了 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女孩子们大多是读到初中 初中毕业后 要么找个汉子嫁了 要么就是外出去打工 我当时考进高中 可这实在村里轰动了一把 大家都夸我聪明 会读书 可最后又会说上一句 杨生 要是个男娃就好了 要是个男娃 这种给咱们村长脸的事 每家每户凑点钱 也要供她上学 女孩子到头来都要嫁人的 这高中三年加上大学四年 这得花多少钱 咱这十里八乡的 就没有哪户人家这么砸钱 再加上恰逢婆婆受伤 要一边上学的话 实在疼不出手 我没有直接答应刘老师 只说再回去商量看看 可一回到家 就看到婆婆满面红光地坐在炕上 手里抓着她最近分草药攒下的毛票子 她高兴得何不拢嘴 杨妞 你们老师刚才来找过我了 说只要你愿意 她想办法 你还能继续去上学 她颤颤巍巍地把钱放我手里 钱 你拿着 不够再说 婆婆 这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觉得对不起你 要不是我这把老骨头不争气 咱们杨妞也能上高中 考大学 婆婆这辈子没读过书 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早早结婚生子的路 我替你走过了 走得很辛苦很累 读书这种事啊 总没有错的 村里那些烂嘴巴的女人 她们是嫉妒你呢 嫉妒你比她们厉害 婆婆说了好多话 她同我讲述了她的一生 她说她16岁嫁人 17岁生子 30岁不到 汉子死了 转头又被父亲 以两头猪的彩礼 嫁到了我们村 给一个五十多岁的光棍当续贤 她硬生生的熬死了那个老光棍 成为了我们村脾气最大的女人 对她来说 现在的我就好比当年的那个自己 她希望她的孙女不要走上她的老路 而是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擦干了眼泪 把钱重新塞回婆婆手里 笑着同意了回去读书 婆婆呀 你放心 你的羊妞长大了 我会带着你未完成的梦想 好好读书 一定让你也过上好日子 高中在市里 离我们这个小乡村 有十万八千里远 张婆子身体不便 又故土难离 带着她一起去市里 始终是不现实的 婆婆笑着让我不用担心 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我只好再次拜托翠翠姐 让她有空帮忙照看点 翠翠姐爽朗得很 杨妞 你就好好学习 你婆婆包在我身上 只要我有一口饭吃 就绝不会饿着她 姐相信你肯定能考上大学 带着对婆婆的不舍和担忧 我独自一人离家求学 我几乎辍学了整整一年 校方怕我跟不上学习的进度 把我安排到了新高一 可我不想再多浪费一年时间 我想早一点长大 早点考上大学 早点承担起赡养婆婆的责任 对于我的请求 校领导很为难 杨生同学 老师们都知道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但高中知识 要比初中难上许多 你已经落下了一年的功课 你是从乡下考进来的 底子本来就薄弱一些 我尴尬地站在办公室里 无力地搅着校服的衣角 校领导若有若无的轻蔑 让我感到手足无措 她说的对 比起这些城市里的天之骄子 我一个学习稍微好一点的乡村丫头 实在太不起眼了 仿佛丑小鸭混进了白天鹅 刘老师在此刻推门进来 他让我先出去 我听见他对校长说道 正校就让杨生来我的班吧 半学期 只要他能在期末考 超过班级平均分 就让他留在高二年段如何 校长一改温和的语气 刘成 我已经破格给这个小丫头 申请了助学金 是 这丫头中考成绩很好 但你也知道 跟他差不多成绩的 在咱们学校一抓 一大把 你现在教的可是咱们学校的重点班 乡下上来的孩子 我见多了 和城里的就是有差距 我不信 这他能跟上你们班的节奏 刘老师沉默了半赏 只回了一句 我不会看错的 他天生就是学习的料子 再说了 正校 你难道忘了 咱们俩是从哪里考出来的吗 里面再没有声音传来 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刘老师看到站在门外的我 丝毫没有意外 他亲热地拢过我的肩膀 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颇还有几分少年人的义气 杨生同学 你还没吃饭吧 走 老师请客 带你试试咱们食堂的饭菜 刘老师给我打了满满的一盘肉菜 说我太瘦弱了 得多吃点 才有精力跟得上紧张的课程 他始终没提到和校长的谈话内容 但我俩都心知肚明 这是一场赌博 饭后 刘老师叫住了我 我从他口中第三次听到了这句话 张扬声 你天生就是个读书的料子 不知道你们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人 无论多变态的试题 他总能考到接近满分 牢牢地定在榜首的位置 可那种天才 会是我这种平平无奇之人吗 我不知道 也许那只是刘老师说出来 安慰我的话 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刘老师所带的高二、一班 这个班汇聚了全校高二年段的理科尖子 上课的进度很快 对于那些基础题 老师们大多是一笔带过 经常会把时间放在那些难题上 纵使我天赋再好 落下的基础使我跟不上老师的节奏 这个知识点都还一知半解呢 老师已经拓展到九霄云外去了 上完一节课 比在工厂做一天的工还要累人 第一次考试 毫不意外的 我取得了班级倒数第一 成绩惨不忍睹 刘老师倒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我不要在意 继续学习 有好事的村里人 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我的成绩 趁着我回村的时候 对我又是一阵输出 杨妞啊 你都这么大了 也该懂点事了 你婆婆如今卧病在床 你还能有闲心读书啊 女孩子还是要以男人为重 咱们这种村里的 怎么可能读得过那些城市里的孩子 别到时候大学没考上 白白花了那冤枉钱 你干脆别读了 跟我家那小子凑一对算了 彩礼一分也不会亏待你 你正好用这钱给你家婆婆看病如何 我自然是不肯的 我盯着那碎嘴的婆子 一字一句地说道 真不劳您费心啊 这学我无论如何也是要上的 说完后我扬长而去 背后是一阵阵的吃笑声 杨妞人不大 脾气倒是大得很 听说考得很差呢 我才不信她能读出什么名堂来 要不是那张脸还过得去 脾气这么大 给我做媳妇我还不肯呢 别以后仗着读了点书 就要爬到婆家脸上去 再读个几年 年纪大了 嫁都没人要了 闲话越传越离谱 我那混蛋生父怕我以后嫁不出去 她收不到彩礼钱 竟然真的大咧咧地闯进我家里 说是有人给她开了两万的彩礼 当即要拉着我去成亲 还盛气凌人地威胁我 你是老子下的种 这婚你不结也得结 你说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二人闹到了村长呢 村长拿出了当年的送养协议 白纸黑字 无可辩驳 村长用拐杖挡住气势汹汹的生父 金宝 当年我就同你说过 不能反悔 这字也是你自己签的 你今天要是想从我这里带走羊妞 就先从我这把老骨头上踏过去 村长素有威信 生父再怎么霸道 也不敢真的对他动手 生父看着躲在村长背后的我 眼里透露出邪恶的目光 读了点书 就敢骑到我头上来了 你给我等着 老子打不死你 我握紧了钻在手心里的拳头 指甲陷进肉里 这一刻 我深深地明白了 要是我没考出去 说不定哪一天 生父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卖出去 想要读书的心 从没有那刻像现在这般强烈 无论如何 我得带着婆婆离开这个痴人的地方 回校后 我成了高二一班最认真的那个人 我天不亮就起床 捧着英语书 沿着操场边跑步边背单词 寝室都熄灯了 我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做题 下课休息的时候 我就自己恶不落下的高益知识 就连吃饭时 也不忘背上几个公式 我就像个永不知疲倦的学习机器一样 不停地汲取各科的知识 直至把自己称暴 努力可能会说谎 但绝不会白费 渐渐地 我能跟上老师的节奏 面对那些复杂的题目 我不再不知道如何下手 原先落下的知识也一点点补了起来 知识框架在不断搭建完善 多年后 我回想起这段日子 仍觉得是我出生以来最努力的一段时光 甚至比后来的高考复习还要认真 我始终记得刘老师同校长说的 只要我能在期末考中超过班级的平均线 就让我留在高二年段 我不想让刘老师的期望落空 也不想让村里的好事之人看我的笑话 这长赌我想赢 而且我有信心赢 成绩很快就出来了 正如我所料 我稳稳地超过了班级的平均线 个别科目甚至名列班级前茅 同学们都惊叹于我开了挂班的进步幅度 说我是个天才 只有我知道 那是熬了无数个夜 刷了无数题材换来的成绩 校长也如实履行了他的承诺 让我继续待在高二年段 新学期开始 学校就正式转入高三总复习 老师会把高中的知识重新串讲一遍 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从这一学期开始 班里的气氛变了 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火药味 在高考这个战场面前 谁都不愿干居人后 我仍是班上最努力的哪个 还得了个外号 叫拼命三娘 他们都说 我读起书来跟不要命一样 相比于成是孩子 我的英语成绩稍显逊色 明明该背的单词都背了 该学的语法也学了 可考起试来就是不尽如人意 我也曾多次向同桌 请教英语的学习方法 可他却一脸疑惑 英语不是最简单的科目吗 你把文章读一遍 答案不就出来了吗 根本不需要思考啊 按现在的话来说 这就是凡尔赛吧 后来我才知道 同桌的父母每年假期 都会带他出国游玩 小小年纪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语感好的不像话 笨鸟先飞 勤能捕捉 害怕打扰同寝的摄友 我经常天不亮就起床 独自一人在空旷的场所背诵英语课文 书声朗朗 仿佛天地只剩下我一个人 第一轮高考复习结束 我的成绩仿佛做火箭一般 冲进了班级前十 英语进步尤其迅速 同桌又在大呼小叫地夸我是个天才 刘老师十分欣慰 让我继续保持下去 按照这样的势头 冲进清北不是梦 我仍有些不敢置信 不敢相信现在的我 离最高学府只有一步之遥 夏日明禅 闷热湿润的空气令人浑身不爽力 高考考场上 一大批深深学子正在奋笔集书 一个月后 或许有人金榜提名 又或许名落孙山 但无论如何 这场战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出成绩那天 正好是翠翠姐的儿子娶媳妇 宴会上其乐融融 村里的姑娘们都到了 其中有不少都是我儿时的玩伴 她们大多是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现如今 人手怀里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 进度慢一点的 也挺着个三四月大的肚子 她们聚在一起 聊着养娃的艰辛 抱怨丈夫的懒惰不作为 有个姑娘说 她生了个女娃 被婆家一阵嫌弃 连月子都没做好 就被赶着起来做家务 现如今 身子落下了病根 搬起重物来就会漏尿 另一个姑娘也跟着附和 说她投胎是个女娃 孩子都还没一岁呢 婆婆就催着赶紧再要一个 最好能生个男娃 要是又生了个女的 就把孩子送出去 免得占了计划生育的名额 不知道谁的孩子哭了起来 一个传一个 婴儿的哭声很快连成一片 姑娘们纷纷侧过身去 聊起衣服喂奶 还一边讨论着生男孩的偏方 这场面令我没来由的感到可怕 杨生 你想什么呢 怎么都不说话 秋兰看我想的出神 忍不住叫了我一声 她是今天的新娘子 和翠翠姐的儿子站在一起 还蛮有夫妻像的 哎呀 人家可是读了高中的 交的朋友都是市里的孩子 是文化人 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杨生 那你不就是大学生了吗 你傻不傻 大学也得考得上 考不上也是白大 杨生从小读书就厉害 他一定没问题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有支持我的 也有唱衰我的 场面十分热闹 不知谁喊了一句 哎 对了 是不是今天出成绩 杨生你赶快查查看 看看考得怎么样 这一嗓子 把周围的叔叔婆婆 都吸引了过来 我十分尴尬 时间还没到呢 得过了十二点才出成绩 众人表情失落 张寡妇嗑着瓜子边说风凉话 谁知道 你是不是考差了 不敢告诉我们 你爹说了 他给你找了门亲事 人家是镇里卖猪肉的 钱赚的可多了 能被这样的人家看上 是你的福气 别不是好歹 我真的很想和他说 这颇天的福气给你要不要 就在这时 一位戴着眼睛 夹着公文包的男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你好 请问张杨生同学是在这里吗 是 杨妞是我们村的 你找他有什么事 男人从公文包里掏出了证件和招生简章 我是清华大学招生处的老师 杨生同学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符合我校的招生要求 请问他在哪里呢 我希望能与他当面聊一聊 仿佛冷水入油锅 周围人直接炸了起来 您 您说什么 杨妞考上清华了 好小子 我们村竟然出了个清华的学生 祖坟冒清烟了 当时的乡下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985211的概念 唯一认识的只有清华北大 张寡妇一脸菜色 不对 张杨生刚才不是说了 成绩还没出来 你怎么就知道了 该不会是什么冒充的骗子 来骗我们家钱的吧 老师笑了一下 十分耐心的解释 这位婶子 您不用担心 校方都是有渠道 可以先看到优秀学子的成绩的 妇人家家的 头发长剑是短的 你懂什么 这是清华大学的工作证 人家老师都到咱们村来了 还能有假 快走快走 别让任老师看了笑话 张寡妇被村里人赌得说不出话来 善善陪笑 我又没读过书 我怎么知道 羊妇这么厉害啊 还真的考上了 我赶快去告诉你吧 让她也高兴高兴 村里人簇拥着我和清华老师回到家 张婆子知道我真的考上了大学 止不住的抹泪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我们羊妇真的考上了 仿佛微光刺破黑暗 从今天起 我的人生将是一片坦途 那个暑假 我是村里最红的人 小到村长 大到市里的领导 都纷纷过来慰问我 还带来了丰厚的奖学金 我被当作寒门出柜子的典范广泛报导 在结合自己的兴趣和刘老师的建议下 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计算机 其实那时候火的专业是土木建筑 从没碰过电脑的我根本不知道这学的是什么东西 但刘老师说不用几年 各行各业都会需要计算机方面的人才 事实证明 刘老师的眼光独辣得很 毕业的那年 我们系的学生都签了高薪的offer 吃到了这个行业的第一波红利 大学的课程十分繁忙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但我始终记挂着婆婆的腿疾 时不时就往医院跑 这几年 婆婆的腿疾越来越严重 尤其阴雨天更是针扎般的疼痛 她不得不整日整日地躺在床上 躺得人的精神劲都没了 我也带着她看遍了老家的医院 可除了腿疾 婆婆还有很多的基础病 医生们都十分顾虑 生怕引起更严重的并发症 但我不肯放弃 这是哪里 这是北京 是全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别的地方的疑难杂症 在这些盛手眼里 根本不算个事 询问了多位知名医生 他们给出了治疗方案 先做手术 再进行康复治疗 这一套流程下来 花的数目可不小 我数了一下手里的钱 大约只有三万块 大头都用在了学费和生活费上 婆婆没有医保 到时候来北京康复 就必须要在北京租房子住 这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怎么算 这点钱都是远远不够的 就算上了最好的大学 人这一辈子 始终还是要为钱所困 我利用客余时间做家交 仗着清华生的名头 牧名找来的家长还不少 开出的课时费也很客观 辅导员知道了我的情况 也会给我介绍项目 让我赚点外快 放假回家 刘老师不由分说的赛给我一个厚厚的包裹 打开一看 是一打钱 不知不觉中 钱凑够了 我好说歹说下 这倔强的婆子终于同意到北京来做手术 于是我就在医院旁租了个房子 没课的时候就会抽空去看她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张婆子被推出来的时候 脸上竟然还有笑容 她问我 杨妞 婆婆过段时间是不是就可以站起来了 我笑着回 是的 婆婆 医生说了 只要你好好康复 配合治疗 过不了多久 就能站起来 我把买好的糖葫芦递给她 婆婆 你还记得吗 那年我做手术 醒来后 就吵着要吃糖葫芦 就和今天的这根一样 没多久 婆婆就出院了 我扶着她在康复室里做康复运动 双脚落地的那刻 婆婆激动得浑身发抖 婆婆已经多久没有走过路了 我不敢去算 她走得很慢很慢 短短的一段路 走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停下来时 背后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知道 是疼的 可婆婆却没有坑过一声 这个小老太婆 还和从前一样 倔得要死 婆婆到北京的第一个国庆节 我用轮椅推着她去天安门广场看生起 广场上挤满了人 都是从全国各地飞过来的 我还记得 小时候婆婆会拿着别人不要的画册 一页一页地叫我指认 她指着天安门广场说过 杨妞 这叫天安门 离我们这里很远很远 如今画册变成了现实 婆婆也能亲眼看到她想都不敢想的北京城 也许再过段日子 等身子再好些 还能用脚去丈量这片土地 婆婆 你这丫头又有什么事 黄医生说了 再几个月你也能走路了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天安门好不 象征着和平的白鸽飞过天空 雄壮而又威严的国歌响起 婆婆呀 请你活得久一点 再久一点 我想带你看春天盛开的梨花 带你去夏日的海边 见秋天最红的枫叶 看冬天最美的冰雕 带你走遍我们富饶而又美丽的祖国 后继大学毕业 我没有选择考研 而是直接工作了 加入了一家大厂 拿到了很丰厚的年薪 除此外 还有股票分红奖励 工作确定下来的那个月 我又带着婆婆又去了天安门 此时的小老太婆 已经可以走得很流利了 她比我还有精力 拉着我到处拍照 看不出是握了几年床的人 另外 我还谈了个男朋友 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 大学也在同一个学校 说来也是巧 明明就在同一个地方 却从来没有遇到过 也是过年回老家参加同学聚会 才熟络了起来 她继续读研 在她毕业的那年 我已经在公司当上了主管 把婆婆做手术的钱都还了后 还剩下不少存款 我们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男朋友的父母都在老家 一番合计后 还是决定回老家办婚礼 婆婆高兴得很 出来的这几年 她早就腻了 时常说大城市还不如我们的小村好 但怕给我添麻烦 始终不敢提 我给村里的翠翠姐和红伯都带了东西 乡下人都喜欢金是玉器啥的 于是给翠翠姐的是个金镯子 红伯的是个金戒指 要不是有二人的帮助 我没法走到现在 村里人都十分眼红 酸溜溜地夸我有出息 夸张婆子有福气 养了这么个好孙女 哎呀 要知道羊妞如今这么厉害 当时金宝要送我的时候 我可就要了 可不是 当初羊妞还喝我家母牛的奶呢 谁说女娃拼不过男娃的 我看羊妞比咱们村的男娃都强 生父被骚得脸色清白 她和张寡妇的两个儿子都是不出息的 大的那个不是个读书的料子 张寡妇看我考上了清华 觉得眼热 硬要儿子也去读体育 想看看能不能通过体育生的路子 也上个好大学 花了好几万 结果呢 大儿子连大专的分数线都没考到 如今也没出去工作 待在家里胖成了个球样 还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整天指挥着张寡妇和我生父出去工作 赚钱来给她娶媳妇 小的那个听说成绩也是惨不忍睹 那天 男朋友的父母也来村里看望婆婆 回城里的时候 被我生父和张寡妇拦了下来 开口就要二十万的彩礼 我们羊妞可是清华的学生 要不是我 你们怎么可能 娶得到这么优秀的媳妇 她现在一年赚这么多钱 等张婆子死了 这些钱不都是你们夫妇的了 真可笑呢 像生父这样的人 眼里看见的只有钱 却不愿承担起任何的责任 我拦住他们 淡淡地说道 我可以给你家儿子介绍个工作 从最低级的工人干起 包吃包住 一个月三千 你们要是愿意的话 也可以跟着一起去 就算是全了我对你的生育之恩 生父勃然大怒 就这么点钱 你打发叫花子呢 那是你弟 我是你爸 你就这么对我 信不信我去你们公司 控告你这个不孝的子孙 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 我就撞死在你的车前 生父挡在我的车前 不让我走 总有人会一次次践踏你对他的怜悯 不过没关系 那你就去死吧 说完 我摇起了车窗 猛踩油门 车子刚起了个头 生父就怕被撞到 忙不迭地躲开了 看吧 嘴上喊着要死要活的人 通常是最怕死的 不过 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 养父收养了我 却对我不好 十八岁时 亲生父母终于来领我回家 却是让我就白血病弟弟 八年前 我在养父家里过得并不好 没有钱读书 九年义务教育后就辍学在家 衣服全是捡邻居 哥哥不要的 冬天还只能赤脚穿着开口 并且不合脚的鞋子 每天做不完的家务 养父经常酗酒 喝醉就打我 当年 我在亲生父母找来的那一刻 觉得是神明听到了自己的祈愿 带我脱离苦海的 欣然奔赴 却不知是另一个深渊 看着母亲满脸期盼的眼神 我随即淡淡笑了笑 好啊 我当然愿意去 家徒四壁的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带 我走出卧室 养父在板凳上 狗搂着背 抽着汗烟 见我出来 冷哼了一声 低头继续抽着不再看我 亲生母亲连忙拉着我就走 把我赶上了车后座 她则是站在车外 看着亲生父亲继续跟养父 交谈着 片刻后 亲生父亲脸色不悦地走了出来 坐上驾驶室 母亲则慌忙地跑去副驾驶 焦急地开口道 没问题了吧 父亲不说一句话 打火启动车子 我望了望窗外 直到看不见房子 养父都没有再出现 亲生父母一开始是很穷 为了生儿子 把一开始就出生的我 连胎血都没来得及洗 就丢在了荒野的田坎上 要不是养父那天早上 担心自家的菜苗被露水冻死 也发现不了我 不善言辞的养父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做妞 好好的女娃 被虫蚁爬得全身都是 画里的怜悯依然不妨碍她喝醉后 打我的时候 下狠手 我叫蒋晓丽 也叫刘紫棋 蒋晓丽是我养父取的名字 刘紫棋是亲生父母取的名字 回到生前无比熟悉的家 母亲第一时间带我去洗了澡 我任由她忙前忙后 心里毫无波澜 最后看着穿在身上的男装 我毫不掩饰地盯着她 我要新的 我要穿裙子 当年 我到家也是换上刘智川的衣服 那个比我小两岁 身高高半个头的弟弟的衣服 我还傻笑着说 衣服真好 还没有穿过这么柔软的 虽然刘智川眼里表现出的嫌弃 我也丝毫不在乎 还主动承担起家务 可做的那些并不能换来他们的接纳 只当一个免费的保姆 最后还要了我的命 母亲愣了一下 依然把剩下的男装继续往我身上套 我抓起衣服甩到门口 我说了 我不要穿这个 我直视她生气的脸 死死盯着她 毫无惧怕 片刻后 她离开浴室后 拿来她的衣服丢在架子上 语气不善道 这是我的 你先穿 下午带你去买新的 出了浴室 看着桌子上的紧剩的咸菜 连饭都没有 我自嘲地笑了笑 父亲已经不在家里了 母亲见我出来看了也起身去了卧室 看着偌大的客厅空无一人 这个下马威来的 还当我是以前乡下来的女孩 一个眼神就把我吓住了 我走过去 把门拍得砰砰作响 亮起嗓子 不是说买衣服吗 走啊 母亲半天都不开门 我就一直敲 妆睡都把你弄起来 她脸色不悦地拉开门 谁家孩子像你这样 我还差你那几件衣服不成 那就走呗 我走到门口 看了看 就穿了一双她的小羊皮靴子 她看着眼里的火都快一出来了 走到商场 我毫不客气 只买贵的 不买对的 她几次表现出不想买 我就直接提起就走 见我还要拿那双三千多的鞋 我妈终于控制不住 大声呵斥了起来 刘子齐 妈妈没带这么多钱 今天也买了这么多了 可以了呀 我丢下鞋子 拍拍手 无所未到 这点就心疼了呀 你丢了我这么多年 也不是真心想我回来的 估计是说到了真相 也估计是店员看她的眼神不对 她拿出手机付款码 着急的让店员收款打包 最后提着大包小包的 拖着我就出去打车回家了 我弟 那个丢了我后生的弟弟 得了白血病 这是他们这急找我回来的原因 他们俩配型不成功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骨髓 才想起我这号人物 八年前 在亲生父母声泪俱下的劝说 我去医院做了配型 成功了 他们喜极而泣 嘴里一直说 我是他们的福星 这句话多么讽刺 我看着他们高兴到扭曲的脸 我紧紧地捏着医院的椅子 当年我回到那个家 看着他们温情的一幕 是我从小可望不可及的 虽然害怕 还是为了融入他们依然答应 手术前答应我 会让我去读书的 手术后也食言了 说捐了骨髓身体不好 让我妈再加养我几年 身体好了再去 可是这件事就再也没有提了 身体稍微好点 就说我年龄也比较大了 读书也吃力 还不如节约下来 等我结婚的时候多给点嫁妆 我就看着刘志川 在校园里书写着自己的前程 自己只有穿上油腻的围裙 在父亲的工厂里 一遍又一遍地搅拌着 臭气熏天的工业材料 自己的人生如同释放的废弃一样 暗无天日 刘志川一句不愿意在家看到 从工厂回去全身恶心味道的我 我被迫搬到了工厂 虽然是单独的一间寝室 但是前后左右全市住的大老爷们 每天说着黄段子 光着膀子 父母一点都不担心 我一个人住在那里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出事 辛苦工作一个月后 只拿了五百块给我 说剩下的帮我存着 日后我出价好 给我买套房子 当年天真的自己 居然听信他们的鬼话 免费劳作了八年 真心的付出 换不了一点点怜悯 疫情开放的那段时间 我一个人在工厂羊了 高烧发到三十九点二度 给父亲打电话一直不接 给母亲打电话 他欲言又止的 最后憋出几个字 现在都心凉如冰 他说 你千万别回来 你弟弟身体不好 别传染给他 到死他们都没有来看我一眼 最后没有药 高烧到说胡话 全身疼到横竖难安 脑袋如同电钻击中一般 昏死前周边凄凉寂静 如同被丢弃的那个夜晚 我妈拖着我回到了家 把东西往门口一堆 脱了鞋 就躺在了沙发上 我睡哪里 我盯着刘志川的房间 就要进去 我妈急忙喊道 那是川川的 你 你 她看了一眼杂物间 拍手道 你就睡这里吧 收拾收拾还是可以的 无所谓 暂时有个住处就行 收拾屋子时 刘志川被父亲从医院接回来了 再次看到这个众星捧月的人 说不委屈 都是假的 她一进屋就看到了我 她还是那么雷弱 仰着鼻尖说 你就是我那便宜姐姐 我将手里满是灰尘的袋子狠狠一抖 灰腔的她直咳嗽 我爸冲过来推了我一把 我没有站稳 一屁股跌在地上 疼得呲牙咧嘴的 我妈忙给刘志川顺气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嘴里骂骂咧咧的几句 最后安慰刘志川 别跟她一般见识 打扫好 出了一身的汗 洗过澡后 换好买的衣服 我正要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里 刘志川拦住我 你自己的衣服这么脏 自己手洗吧 反正你在乡下没有用过洗衣机 别给我用坏了 我绕开她 把衣服丢进洗衣机 按键一按 不再理她 矫情 这一晚 屋外道路上的灯头透过窗 屋里的简陋一览无遗 睡在用沙发拼凑的简易床上 辗转反侧 不断地对自己说 讲小力 不要心软 他们只是利用你 不爱你 好好爱自己 好好搞事情 此日 父亲刘昌岗在餐桌上提出了 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的要求 才两天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我放下手中的筷子 说了句 不用检查 我身体好得很 母亲张秀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刘志川着急开口道 谁说要给你检查身体康健 是为了给我配型 配型 配什么型 我装作全然不知的样子 是这样的 子齐 川川得了病 需要 需要骨髓 你作为她的姐姐 一定也是想她病好是吧 你今天去医院先配型 成功了的话 就可以捐骨髓给弟弟了 张秀全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转着晚边说道 早说嘛 这救命的交易 去配型当然可以 张秀激动地站了起来 我就知道我们子齐是最好的姐姐 我手一顿笑着看向她 十万去配型给我十万 成功了需要捐骨髓的话 再加二十万 他们全家人看我像看个傻子一样 刘志川直接暴跳 爸 你听听 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 没见过前世的 你让她滚 我不要她的骨髓 刘昌岗伸手怒拍了一下桌子 你当你是谁 张口就来 你信不信我送你回去 好啊 反正线下 我是你们家唯一的希望 说完我还把剩下的粥一口喝了下去 起身回到杂物间 刘昌岗没有第一时间回复我 她出门前让张秀带我去医院配型 张秀在门口说了半天 不给钱 我就是不开门 把自己关在房里两天 饿的时候 就去拿水果 牛奶 刘昌岗依然没有松口 她作为生意人 她只想用最小的成本 赚最大的利益 我作为她的女儿 骨子里透着一样的算计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第三天 一大早 刘昌岗拿着铁锤敲着门锁 一下比一下用力 正在睡觉的我 被突如其来的动静吓得弹跳起来 起身去抵着大门 奈何他们力气太大 推开门的瞬间 张秀冲上来就掐我的腰 嘴里骂着难听的字眼 刘志川也在门口嘲讽道 你以为躲得住吗 爸 现在就托他去医院 早点配行 张秀 你带川川收拾一下 我扛他走 不管我怎么拼命挣扎 刘昌岗直接一根绳子绑了我 把我直接扛走 到了医院 我死命挣扎着 医生为难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刘志川爸爸 这确定是你们请来的 无论刘昌岗怎么解释 主治医师都不开检查单 还问我要不要报警 我导算一样的点头 刘昌岗见医生真的打算报警 他忙去抢手机说道 他是我女儿 我跟他说说 他是愿意的 走廊上 张秀把我扶在椅子上坐着 刘昌岗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不说话 我开口 语气里带着倔强 钱给我 马上就去配行 还他爸 张秀眼中的渴望 刘昌岗拿出烟叼了一根在嘴里 发现是医院 停止了打火的动作 我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也知道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也不知道多了多久 刘昌岗说了句 现在就去银行转钱 我同他一起去了银行 我已经满了十八岁 可以自己办理银行卡 随后他把钱转到了我新办的账户上 当即就要拉我去医院 我不想这么顺着他的意 推脱肚子疼 刘昌岗直接看出我的把戏 让我赶紧去 别消磨他的耐性 抽完写出来 刘昌岗和张秀两人破天荒地带我去吃了一顿大餐 张秀一直述说的这些年的不容易 好不容易生活好点了 刘志川又得了病 还好刘昌岗的工厂一直盈利 不然医疗费都掏不出来 又说到这次转给我的钱省着点用 让我不要辜负他们的这份心 如果不是重生过来 不知道他们之前的面目 差点就信了 他们为了我的这份心 要捐骨髓还要二十万 你们先准备准备吧 我从嘴里吐出刚刚啃的鸡翅骨头 开口道 张秀嘴撇了撇不再开口 刘志川又想暴跳 被他爸按了下来 哼 就这点能耐 除了嘴巴过点瘾 有什么用 配型结果 还有一个星期才能出来 今天是各大高中报名的日子 我拿着银行卡 去了德川三中的报名处 最后交了一大笔择校费 才得了入学通知书 虽然肉疼 但是值得 唯有读书才有出路 回去的路上 顺便买了一个手机 这个年代没有手机怎么能行 最重要的是能报警啊 我成功地入了学 开学第一天 看着周边同学 与自己的格格不入 他们谈论的都是假期 去了哪里玩 父母买了什么礼物 那些女生都是白白净净的 衣品超好 自己因为一直做浓活的原因 皮肤有黑 衣服嘛 当时只知道买贵的 其实并不适合自己 搭配也是一言难尽 可能我在他们眼中是个另类 没人愿意跟我坐同桌 我是来读书的 又不是来交友的 我无所谓 也乐得清静 自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班主任王老师带了一个同学进来 看了半天 指着我旁边的位置 跟那人说了两句 他便走了过来 坐在我旁边 午休时 我吃了饭回来 听到班长刘欣跟几个女生 在议论我 那个故城旁边坐的女生 又土又黑 像个爆发户似的 乡下来的 就这样 一看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总要有个人垫底吧 我在他们嬉笑打闹中 走进了教室 瞬间鸦雀无声 高中的课程 确实比镇上九年义务教育的知识难多了 很多知识点都比较吃力 晚自习 我还在围一道数学题差点咬破笔盖 一个笔记本推了过来 我抬头望了一眼解题的故城 欣喜地翻开笔记 说了声谢了 回到家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只好洗漱完 回到杂物间 用板凳抵住没有锁的木门 坐在床上看着故城给我的笔记本 觉得他的解题思路特别清晰简单 我一口气看完后 又翻身起床 拿出一个本子认真的腾抄下来 大门传来要是扭动的声音 我立刻起身关了灯 屋外的脚步声是直接过来过来的 推开门 看到我蹲在床边看着他 他吓跳了起来 你个死女娃子 要吓死我 没有睡觉 关什么灯 我正要开口解释 父亲拉着我就往外走 边走边说 你弟弟晕倒了 刚刚送去医院 你配行成功了 现在去医院住院 看看什么时候捐骨髓 不由我分说 连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跟着他来到了医院 母亲坐在病床前 双手握着刘志川的手 眼里一片心红 一看就是哭过 张秀就在我面前哭诉 刘昌岗则去跟主治医师交谈手术的细节 我被张秀的哭声惹得不耐烦 我说了 捐骨髓二十万 你转给我 我立马躺手术台上 动一下都算我不识相 估计是看病房也有其他人在 他立马跪在我面前 琪琪 是妈妈对不起你 家里真的没有钱了 你舅舅你弟弟 现在只有你 唯一能救他了呀 周围的病友和家属听完 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哼 想道德绑架我 只要我没道德 管你们怎么说 我拉了一张板凳坐了下来 看着地上 贵坐的张秀 你当初丢了我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今天呢 我可听说捐了骨髓 后遗症很大的 你都没有养过我 这点补偿总要有吧 没有钱啊 没关系 把房子过户给我也行 我也是愿意救他的 不行 那个更不行 张秀莲连摆手 周围的人听到这里 也看出了大概缘由 都纷纷 添了他几口 不再参合 刘昌岗回到病房 看到眼前的一幕 气不打一处来 拖起了地上的张秀 转身要跟我说话 我不等他开口 便说道 钱 还是那个卡号 打进来我就上手术台 不然免谈 丁 我手机短信收到近账的短信 我还是不放心 跑到住院一楼的ETM机上查看了一番 才给班主任王老师请了假 让刘昌岗办理住院手续 我和刘志川的手术很成功 我躺了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刘志川还在ICU里躺着 父母两人一直守在医院 我在出院的第二天着急回到学校 已经落下很多功课 不知道怎么补 坚持上了一上午的课 已经有点头晕 中午连去食堂的力气都没有 我趴在桌子上躺了会儿 腰间的疼痛难忍 我不断地换着姿势 顾成打了一份饭带了回来 推在我面前 给你 我不想吃 有点想吐 你怎么了 需要带你去医务室吗 顾成也看出了我的不舒服 不用 我休息会儿就好 刚捐了个骨髓 有点后遗症 我感受他的注视 扭过头皱着没看了眼他 要不 你把你的笔迹再借给我一下 你怎么不再休息休息 这达菲所问的 到底借不借 接下来的几天 顾成都在给我补习 有了他的点通 好像学习也不是那么艰难了 每天晚上在背白天学习的知识点 时间也过得充实满足 二十天了 刘志川还没有达标出仓 刘昌岗回来时 叮嘱我好好学习 我木认的点点头 两人不再说话 出门前 他让我空了去医院看看 我没有说话 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要摸底烤 早起自己做了早餐 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在家 本来对自己很有信心 在拿到试卷的那刻 还是紧张不已 好多题出的都比较灵活 做起来比较吃力 考完后 我去了一趟车站 想回去看看 最后还是在出站口 看了一辆又一辆的班车开出去 自己始终下不来勇气招手 害怕自己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对养父 按规矩 周五成绩就能出来了 一大早 我穿好衣服准备出门 刘昌岗今天在家 在我出门的时候 他说他开车送我去学校 最后 我是坐他的车去的 到了教室门口 碰到了刘欣 他讥讽地笑了笑 刘紫棋同学 今日这么早 一会儿就要公布成绩了 能考及格吗 管你屁事 你 你怎么说脏话 果然是乡下来的 我白了他一眼 不想对他白莲花一朵 我转开他挡住的路 回到了座位上 早自习开始 王老师拿着单子进来了 刚刚还在窃窃私语的教室 顿时安静了下来 王老师扫视了一眼班急 大家都纷纷低下头 避开他的视线 最后视线落在了顾成身上 语气还算和蔼 顾成这次不错 班上第一名 945分 刘欣排名第十 考了826分 刘欣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好像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王老师接着说 刘子齐病列第十 同样考了826分 不错不错 我也回瞪了回去 眼里的意思是 让他失望了 下了晚自习回到家 平时寂静的家里 现在热闹非凡 刘志川病情好转 已经出仓转到普通病房了 父亲高兴 喊了几个我不认识的亲戚 在家里吃饭喝酒 一进家门 他们盯着我 一个满头卷毛的大婶 笑着开口道 这是子齐吧 放学回来了 我爸也停下手里的动作说道 听说你们摸底考的成绩出来吧 要是考不及格就别读了 省得浪费钱 我考了826分 可以啊 老刘 你们家这成绩 比我儿子多八十多分 可是个好苗子 好好培养 他们继续聊着 我回到杂物间 拿出卷子反复地看着 至少努力过 不是吗 洗了澡出来 亲戚们已经走了 刘昌岗躺在沙发上喝妈了 看着满地狼藉 我转身进屋 关灯 睡觉 三中的教育抓得很紧 每天的学习任务也很重 我一有不懂的 我就问顾成 顾成也不嫌我 每次都仔细帮我解答 晚自习下课时 刘昕在卫生间的走廊把我拦住 你再怎么努力 也摆脱不了你村姑的本性 你不会觉得顾成给你解题 就以为她喜欢你 这不关你的事吧 你要喜欢 你就去追啊 别找错了对象 你跟我换座位吧 我把手表送给你 刘昌说着 取下手表就要塞在我手里 我手一收 手表掉在了地上 嘴一撇 你无不无聊 说完转身进了卫生间 从卫生间出来回到教室 教室里的人围在一起 说着什么 中间是哭泣的刘昕 我甩了甩手上的水 走过他们 围首的女生撑起来指着我 刘紫棋 你为什么要把欣欣的手表摔坏 那是她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 你赔得起吗? 好家伙 这污蔑的话张嘴就来 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摔坏的? 欣欣说的 刚刚就你们两个在卫生间 我玩味地看着中间哭泣的刘昕 她估计被我看毛了 拉了下说话的女生 算了 刘紫棋也不是故意了 我问问我爸爸能不能修好就行了 别为难她 话里话外都直接给我定罪了 我这人一般不记仇 有仇当场就报了 我拿出手机就要报警 说在那手表上找到我的指纹 我立马陪她一支新的 如果没有找到 当着全班的面给我道歉 王老师匆忙赶来教室询问情况后 把我俩带回办公室 她还是刚才的说辞 我坚持要报警 刘欣才委屈地说出来 是自己不小心摔坏的 只是害怕被爸爸骂 才没有解释的 一点都没有提故成 我也识相地只字未提 王老师看着 委屈道歉的刘欣 教育一番就让我们下去了 我还在站着不动 王老师问我 还有什么事 我说 让她当着全班的面给我道歉 不然就报警 刘子齐 你别太过分 刘欣声吊拔高喊了出来 王老师 报警电话是110吧 王老师盯了我俩几眼 对刘欣说 等会儿 下节课 就按刘子齐说的做吧 这件事 确实是你的不对 不利于班级团结 刘欣还是没有当着全班 给我道歉 她请假 经过上次的教育 刘欣看着我都是绕着走 接下来的日子 我过得还算舒心 到了第二个学期 她把交了学费的单子递给我 说了句 川川这学期也会去学校 跟你一个年级 你照顾些 我没有接话 这缴费单我也收得起 算你弥补给我上辈子的利息 开学 刘志川跟我一个班级 王老师应该知道我们的关系 想把我俩分在一起 我俩都不同意 我还是跟故城是同桌 刘志川则跟刘欣做了同桌 一个晚自习下来 刘欣又恢复了以前骄纵的眼神 看我也是充满了兴趣 得 我那便宜弟弟 不知道 说了我多少坏话 回家的路上 我拦着刘志川出教室的脚步 看四下 走得差不多了 开口道 刘志川 我目前不想找你的麻烦 只想好好学习 考出去 这不是正合你的心意 所以 别找事 说完 我提着书包 出了教室 在校门口 看到了父亲停的车 他看到我眉头紧簇 穿穿哪 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出来 我走路习惯了 并不打算坐他的车 回了去 后面哪 马上出来了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们比我先到家 我一进来 母亲便甩了脸色 要不是我们 你能读书 要不是我 他能活命 你 张秀指着我 半天也没说出下面的字 我放下书包 就去了卫生间洗澡 洗到一半 变成了凉水 我慌忙地穿上衣服 在餐厅看到了喝水的刘志川 因笑道 你又不幼稚 你那若不禁风的样子 惊得起我几锤 我做事就要冲上去 他急忙喊妈 张秀听到呼唤 急忙跑出来 你们再作甚 你就不能让着点弟弟 我冷哼一声 回到了杂物间 此日 刘欣笑的那个样子 就差算计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刘子齐 我把你从小就被丢了的事 告诉顾成了 你一个连父母都不要的孤儿 有什么资格喜欢他 你心思还是用在学习上吧 你天情暗暗的 用不用下次家长会我把这些事告诉你爸妈 你没被丢 你有资格喜欢他 你敢 我当然敢 我一个没人要的孤儿 我怕什么 刘欣气地哭了出来 真是矫情 除了哭还会什么 我用手指点了点他 记住 以后看到我离远点 我一个乡下的野人 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刘欣连忙跑远 切 小样 跟你骑解斗 还差得远 高中三年 一放假 我就去收集刘昌岗私自排放废弃污水的证据 还有周边村民的口供 高考后 我如愿地拿到了清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而刘子川只考了一个三流的大学 学费高达两万多 刘昌岗和张秀得知我录取后 到处宣传我是他们最得意的女儿 我笑笑不说话 去学校前 拿着刘昌岗工厂的资料证据 直接匿名寄给了环保局 后来听说刘昌岗的工厂被关停整顿 罚款二十万 本就不景气的工厂 因罚款资金链断裂 很快就废弃了 以前住的房子也很快卖掉了 至于搬到哪里 他们来找过我 我拒绝见面后也无从得知 经历了几年抗议开放后 又回到了那年阳了的时刻 浑身的疼痛唤醒了多年的记忆 现在我已经能自力更生活得很好 提前准备了药 也在故城的帮助下减缓了病情 忘记说了 她现在是个医生 也是我的丈夫 再后来 跟故城回老家 碰到了当年的亲戚卷毛大婶 她说刘志川死了 扬了后没有抗住 两天就死了 我妈疯了 我爸身体也不好 现在照顾她比较吃力 她告诉了我 他们现在的住址便走了 故城问我要不要去看看 我拍了拍大一的衣摆 说了句 回家吧 父母双亡 初中班主任待我如此 我出息后这样报答 所有人都羡慕她 近日 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高考新闻 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二十年前 若不是我的初中班主任鼓励我高考 并倾囊相助 我就不会成为大学生 更不会拥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我和恩师的渊源 还得从我的原生家庭说起 我叫赵磊 出生于贫寒的农村家庭 在我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去世了 奶奶也走得早 是年迈的爷爷将我养大的 我爷爷共有五个孩子 我爸排行老三 头上有两个哥哥 脚下是两个妹妹 我爸妈去世后 大伯和二伯 谁都不想养我 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自家的孩子都难以养活 哪里还顾得上我呢 我的两个姑 十八九岁就嫁人了 而且一个比一个嫁得远 更是靠不住 好在爷爷有一门手艺 会编织 为了养我 爷爷不仅要中庄稼 还得砍竹子编一些菜篮子 杯兜或是粮席等等 编好了再拿到集市上去卖 换点钱回来 一年四季 爷爷从未停歇 甘瘦如柴的手上全是茧子 为此 大伯和二伯还抱怨爷爷偏心 说爷爷只顾疼我这个孙子 既不帮他们看孩子 也不帮他们干农活 面对两个伯伯的愤怒 爷爷从不还嘴 心里不痛快了 就悄悄烟斗 卷一支毛烟 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 吐着大烟圈 每次这时候 爷爷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他把我抱在怀里 望着眼前的大山 触景商情道 小蕾子啊 我可怜的孙儿呀 爷爷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你快快长大吧 如爷爷的愿 我一天天长大了 看着大伯二伯家的孩子 都进了学校 我跑到爷爷跟前说 爷爷 我也想去学校读书 爷爷听后 宝经风霜的脸上 微微一正 然后摸摸我的脑袋说 你都八岁了 早该读书了 是爷爷无能 你在家等着 爷爷出去一趟 说吧 爷爷的眼圈红了 形影孤单的出门了 那天 爷爷回来时 已经黄昏 爷爷笑着跟我说 小蕾子 明天你就可以去上学了 晚上 爷爷给我找了一个布袋子当书包 还对我说 小蕾子 从明天起 你就好好读书 等过段时间 爷爷再去集市给你买一个新书包 我满心欢喜地点了点头 那个晚上 我兴奋地睡不着觉 半夜起来 看见爷爷坐在院子里抽烟 后来我才知道 爷爷那天去学校找了校长 校长心善 知道我们家穷 同意我去读书 学费的事情可以缓一缓 进了学校 我很争气 每次考试都排列在前 爷爷见我是读书的料 笑眯了眼 更加卖力的重的和编织 供我读书 我和爷爷越是努力 我的两个伯伯越是讨厌我们 急红了眼还会恶咧咧地骂爷爷 你个老不死的 看你还能撑几年 得老天垂帘 爷爷的身体还算硬朗 一年一年过去 转眼间 我十四岁了 小学毕业 村里没有中学 上初中得去镇上 来回路程较远 只能住校 我被分道初一四班 班主任姓李 这位李老师 正是我前面提到的恩师 那时候 我一心求学 却没想到自己将来会与李老师有命运牵扯 初见李老师 我和大家一样震惊 因为他只有一只右臂 左边的袖子里空空的 这一年 李老师已经四十岁 他既是我们的班主任 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我在班上 既是学习委员 也是语文科代表 所以 在平日里 我跟李老师接触的时间比较多 李老师看起来虽然很严肃 但实际上 他是一个有爱且温暖的老师 有一天早上 我因为滴血糖 在操场上晕倒了 被送到了学样的衣物室 待我清醒后 只见李老师手里端着一碗糖水 神情严肃地盯着我问 为什么不吃早餐呢? 滴血糖严重了会死人的 你知不知道? 我羞愧地低下头去 因为家里穷 我比较节约 在学校里经常饱一顿鸡一顿 整个人面黄肌瘦 严重营养不良 李老师将碗递给我说 把这剩下的糖水全都喝完吧 我怯生生地接过碗 咕噜两下 把糖水喝得一干二净 不仅嘴巴里是甜的 心里也是甜的 这件事后 李老师认真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 甚至跑到我家里去家访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 当时爷爷在小院里编菜篮子 我在旁边写作业 突然 一阵咳嗽声打破了小院的安静 我和爷爷闻声看去 只见李老师站在了家门口 李老师 您怎么来了 我又惊又慌地站起身来 像块木头一样愣着 爷爷见老师主动上门 赶紧起身相迎 乐呵呵地像迎接贵宾一样 转头对我叫道 雷子 你还傻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给你的老师倒水喝 我立刻回神 跑进屋里给李老师倒了一杯开水 李老师倒挺客气 跟爷爷说 老人家 我今日来就是想多了解一下赵磊的家庭情况 不打扰您吧 爷爷连连摆手 笑咪咪道 李老师 你能来家里 说明你看中我的孙子啊 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怎会打扰呢 你快坐 爷爷边说 边让李老师坐了下来 李老师不是空手来的 他的右手提着两盒午餐肉和两瓶橘子罐头 递给爷爷说 老爷子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望您老不要嫌弃 爷爷不肯收 连连拒绝道 李老师 你能来我们家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 咋还送东西呢 我们可不能收啊 李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 对爷爷劝道 这是我专门给赵磊买的 这孩子的身体太弱了 得多吃点 您就收下吧 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爷爷扭头看了看我 然后擦了擦手 才小心翼翼地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礼品 红着眼圈对李老师谢道 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爷爷说吧 又把东西交给了我 我看着这堆好吃的 不禁吞了吞口水 平日里我哪能吃到这些东西啊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接着 李老师和爷爷面对面地攀谈起来 爷爷卷起大毛烟 还问李老师抽不抽 李老师连连摆手 认真的听着爷爷讲述家里的情况 我坐回原来的位置 已经无心写作业 竖起耳朵听两个大人的谈话 时间一晃 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李老师见天色 不早了 起身和我们告别 走的时候 还硬塞了五十块钱给爷爷 并且叮嘱我一定要听爷爷的话 好好读书 才能考大学 我和爷爷 一老一小 站在山坡上 目送着李老师离去 只听爷爷对我说道 小蕾子啊 这个李老师是个好人 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重视你 你到了学校 可一定要听李老师的话 好好读书 不要辜负了他对你的期望 我坚定点头 爷爷 我会努力的 将来 我一定会考上大学 爷爷笑咪咪地摸了摸我的脑袋 这时 李老师已经走远 消失在青山绿树中 通过这次家访 李布施不仅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 我也了解了李老师 从李老师和爷爷的谈话中 我得知了李老师很多秘密 在大家眼里 李老师拖着一只空手臂 是一个身残至尖的人 可是 这背后 除了身体的缺陷外 李老师还有更痛苦的事情 李老师二十岁出头就结婚了 他原本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和一个可爱的儿子 却因为一场意外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李老师三十岁那年 因他的妻子照看不周 五岁的儿子掉进了化粪池里 被发现时已经没了生命气息 因为这场意外 李老师的妻子自责不已 不久就得了失心疯 到处找自己的孩子 李老师忍着丧子之痛 一边教书 一边带妻子治病 遗憾的是 李老师妻子的病情一年一年加重 最终一遇而终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岁了 从此李老师无妻无子 也没有再成家的打算 就这么孤零零的活着 家访的那天晚上 爷爷对我说 你们的李老师 其实也是一个苦命人啊 听了爷爷这话 我的心里酸酸的 对李老师有了新的认识 而且这次家访后 不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李老师对我更加关照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是李老师亲戚的儿子 初中三年 在李老师的严格教导下 我顺利毕业 考上了重点高中 离校的那天 李老师来送我 鼓励我说 赵磊 大学离你越来越近了 到了高中 可不能懈怠 继续加油啊 我轻轻点头 想着以后就很难见到李老师了 一一不舍道 李老师 谢谢你对我的教导 以后我若是想你了 我能回学校看你吗 李老师敲敲我的脑袋 笑道 当然可以啊 算你有良心啊 还知道来看我 我乐滋滋地盯着李老师看 他的头上已经有了一些白发 他笑起来的样子 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想起这三年 李老师对我的照顾 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李老师安慰我说 怎么还哭了呢 男子汉大丈夫 可不能轻易掉眼泪 你的家庭条件差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尽管告诉我 老师能帮上的一定帮你 我点了点头 和李老师挥手告别 走了好远后 我回头一看 李老师还站在那里目送我离开 我一边走 一边在心里默默说道 赵磊 今生能遇到这样好的老师 是你的福气 你要永远记住李老师 莫忘施恩 进了高中 学习更加紧张了 我谨记爷爷和李老师的教诲 一刻也不敢放松自己 高二那年开始 爷爷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看着他苍老的样子 我的精神压力特别大 总是胡思乱想 导致我的成绩一落千丈 我写信给李老师 向他倾诉我的烦恼 没想到 李老师直接跑到学校来看我了 他带我去校外下管子 像个知心朋友一样 安慰我并鼓励我 和李老师交谈后 我顿时豁然开朗 整理好自己的心态 继续努力前行 成绩排名又冲到了前十 不幸的是 在即将参加高考时 我的爷爷去世了 爷爷的死 对我打击很大 我一个星期都没回学校上课 我甚至有了放弃学业的念头 我身边再没有爷爷护着我了 我考上了大学又怎样 爷爷再也看不见听不见了 更何况 家里穷得叮当响 也没钱读大学 李老师得知我的情况后 跑来我家 把我狠狠骂了一顿 还说我太让他失望了 骂过后 李老师又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 赵磊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 你再怎么伤心 你爷爷也回不来了 就像我的妻子和儿子一样 我在想念他们 他们也不可能回到我的身边 所以啊 对于逝去的亲人 我们不仅要学会释怀和放下 我们更要学会坚强 你若不回学校 你对得起你爷爷这些年 对你的养育之恩吗 你若不去考大学 你这十年寒窗 苦读不是白费了吗 听了这些话 我的眼泪刷得一下流了下来 盯着李老师问 难道穷人家的孩子 就只能靠读书才能翻身吗 李老师伸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 苦口婆心道 孩子 知识改变命运 你现在不读书 又去干什么呢 去下苦力吗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钱的事我可以帮你解决 你就安安心心的回去 读书好不好 马上就要高考了 号角就要吹响了 你怎么能够临阵逃脱呢 你得像一名勇士一样 去杀出重围 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啊 李老师的话就像针尖一样 刺着我的心 让心灰意冷的 我因为疼痛而又活了过来 我扑通一声 跪在了李老师面前 哭着说 李老师 对不起 我错了 您对我恩重如山 是我让您失望了 我决定了 我要回学校好好读书 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学 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爷爷 对得起您 李老师听后 心为地点了点头 一把将我拉了起来 说道 孩子 让你上大学 不是为了让你报恩 是为了你能够走出寒门 有更好的未来 明白吗 我含着眼泪 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就返回了学校 重新振作起来 冲刺高考 高考很快来临 考场上发挥得还不错 分数出来后 我和李老师都笑了 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爷爷的坟前去报喜 我又哭又笑 仿佛听到爷爷在说 咱家的小雷子真有出息 在选择专业时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大学 我要像李老师那样 当一名优秀的老师 李老师也没反对 只是跟我说 孩子 你既选择了师范 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老师这个职业 不仅仅是教学生读书 还要教会他们做人 我谨记李老师的话 满怀信心和希望走进了大学 大学期间 李老师一直都在资助我 为了减轻李老师的负担 我一边上课一边打工 再后来 我毕业了 又考研了 一年又一年 我的工作稳定了 紧接着娶妻生子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而李老师自然成了我心里最敬重的人 如今 恩师年静七旬 早已满头白发 他此刻戴着一副老花镜 坐在沙发上 打起了盹 电视机里还放着字正腔圆的戏曲 恩师平常 除了看书写字下像棋外 还喜欢听戏 他常跟我说 人声如戏 戏曲里唱的就是人声 我不忍心叫醒恩师 找来一条宝毯 轻轻地盖在恩师的胸口上 看着他左肩空荡荡的衣袖 我的鼻子里不禁一酸 投我一桃 抱之一礼 恩师老了 他既无伴侣 也无儿女 孤苦一人 前几年 我就毫不犹豫地 把他接到了我身边 就像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 去腾他护他 给他一个温暖 稳定的家 让他安心养老 不再孤单 我和恩师虽然没有血脉关系 但我们的师生情谊永长久 在我心里 他既是我的恩师 也是我的亲人 他待我如子 我是他如父 岁月悠悠 人生漫漫 愿我的恩师平安顺遂 长命百岁 拆迁三套房母亲想给我一套 嫂子大吵大闹 我们十二年没说话 当年家里拆迁分了三套房 母亲想把最小的一套给我 结果嫂子逼着要离婚 为此我十二年没说话 侄女考上大学后 因为一万元 我们兵事前嫌 十二年前 我和老公刚结婚一年闹离婚 恰好家里拆迁分了三套房 母亲怕我离婚后 没有落脚的地方 执意想把那套最小的房子给我 当时哥哥并没有意见 还说我户口在家 这是我应得的 但是嫂子不同意 母亲刚说出提议 她拒绝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没有回家分财产的道理 我那时和老公吵得天婚地暗 长时间住在娘家 嫂子不同意 我越发心里要较劲 觉得既然是我的 越不给 我越要争 好几次和嫂子 当面吵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生活不顺 心里力气太重 每次争吵都不愿意妥协 嫂子执意不给 我执意要 嫂子回娘家 逼着哥哥离婚 我在狠心 也不可能让哥哥离婚 尤其那个时候 侄女刚六岁 后来我妥协 不给就不要了 但是和嫂子的仇也结下了 自此以后 我和嫂子再不说话 每次我回娘家 嫂子必然不在家 后来 我和老公度过了婚姻的磨合期 儿子出生后 我们也买了房子 我对以前的事情也没有执念 但是我和嫂子的关系 就像是千年寒冰 路上见了面就像是陌生人 但是我对侄女一直很好 逢年过节都会买礼物给侄女 每年的生日和六一 还会接侄女出去玩 嫂子也不拦着 我们都是心照不宣 我本以为我和嫂子的关系 可能会这样一辈子 没想到侄女考上大学后 一切突然变得不一样 侄女成绩一直不错 孤分的时候超出一本线一百多分 当时她报了一所985 两所211 我知道侄女成绩好 给她包了一万元的红包 当时就准备好了 成绩出来之后 侄女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 自己考上了第一志愿 我自然是高兴的不行 告诉侄女改天回去 把红包给她 本来预计周末回家 刚过了两天 嫂子住院了 说是要做一个小手术 我那天回家只有母亲在家 说是哥哥和侄女 都在医院陪嫂子 没有见到侄女 我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万元 转给了侄女 告诉侄女 这是姑姑给你包的红包 祝贺你金榜提名 我的红包转过去后几分钟 侄女又把钱给我转了回来 我心里一阵担忧 是不是嫂子不让侄女收我的钱 心里责怪我 不想让侄女以后和我走得太近 毕竟侄女在医院 我又发信息过去 家家 姑给你发的红包 怎么不收 是不想要姑姑红包吗 侄女发过来一个淘气的表情说 姑姑 不是我不想收 恰好你的红包被我妈看见了 她不让我收 说是你们刚换了房子 手上正是用钱的时候 心意到了就行了 姑姑 奶奶说要给我摆酒席 你到时候 给我包个一千元的红包就行了 我一听心里释然 既然如此 我也不强求 准备把红包换成其他礼物 嫂子住院十天 出院又休养了一段时间后 家里才开始给侄女摆酒席 那天我特意换了薪钱 装在红包里 穿上了一席暗红色的旗袍 我是真的为侄女高兴 虽然嫂子也在 我一点都没想过要和嫂子打招呼 那天我刚下车走到门口 嫂子竟然热情地迎了上来 主动接过我手里的包 十分热情地对我说 她姑姑来了 赶紧里面请 给你留了上座 我浑身不自在 我和嫂子已经十二年没有说话了 她突然这么热情一度让我以为是对别人说的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身后 没有其他人 但是既然嫂子主动开口打招呼 我也不能冷落了嫂子 脸上勉强笑着回应嫂子 嫂子把我安顿好转身出去迎客 我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 一进门就看到一堆人围着侄女在聊天 我十分想去问问侄女 嫂子最近是碰见什么事情了吗 怎么突然间就和我兵士前嫌 主动和我打招呼 奈何人太多 我一直坐着眉洞 酒席开始后 嫂子带着侄女 一桌一桌地去给长辈敬酒 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把红包拿出来给了侄女 笑着对嫂子说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有些少 让侄女别嫌弃 我话刚说完 嫂子就开口说 我前几天住院 你特意赚了一万元给家家 其实我住院没花多钱 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 知道你刚换了房子 钱就不用发了 咱们姑嫂这么多年 当年年轻气盛 都是得礼不饶人 如今你侄女都上大学了 十几年都过去了 嫂子和你道个歉 当年是我太执拗 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 我一头雾水 站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只见站在旁边的侄女 一个劲地冲我眨眼睛 我似乎有些明白 赶紧顺着嫂子的话说 我也有错 当年只想到自己 气性大 爱记仇 嫂子敬我了一杯酒 我高兴地回敬了一杯 嫂子和侄女走后 我细细思量 好像找到一点头绪 我发给侄女一万元红包 被侄女退了回来 嫂子却说她生病 我出了一万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大概率是侄女倒的鬼 下午三点钟 宴席结束 我和母亲还有侄女 一起回到了娘家 嫂子和母亲在客厅聊天 我拉了侄女就进卧室 盯着侄女的脸一动不动 侄女别我盯得有些心慌 问我说 姑姑 你这么看我是有事吗 搞得我好想犯了重大错误 我假意冷哼一声说 你干的好事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老实交代 我给你的红包 为什么要退给我 侄女听了我的问题 扑斥一声笑了 边笑边说 姑姑 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你可真是聪明 侄女才告诉我 她受到红包 直接拿给了嫂子看 告诉嫂子 这红包是我发给她的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没说话 我不好意思 才发给了侄女 因为嫂子生病 我的红包 其实是想帮哥嫂 侄女说自己劝嫂子说 我姑刚换了房 也不容易 妈妈 这钱你要不要 嫂子一听 二话不说 就让侄女退给了我 但是侄女的嘴巴一直没闲着 各种夸奖我对嫂子的关系 只是碍于面子 一直没有让嫂子知道 侄女的一番话后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在酒店 嫂子主动开口和我说话 不是嫂子主动 是嫂子以为我先主动 其实我俩都是被侄女玩得团团转 因为侄女的好心 我和嫂子十二年的恩怨就这样悄然消失 我看着侄女笑得弯了腰趴在床上 一下就释怀了 这件事情过去了十二年 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 如今也换了大房子 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 我突然就觉得前程往事都是过眼云烟 还有些懊悔 当年的自己是不是有些小气和偏执 不过还好 问题解决了 不管是谁先伸出橄榄枝 都不是问题 只要我们珍惜当下 享受这份难得的亲情 一切都变得并不重要 不得不说 还要感谢侄女从重撮合 让我们重新和好 结婚前 一月 我遇见自己的初恋 义无反顾毁了婚 决定嫁给她 甚至未婚先孕 逼迫父亲答应这门婚事 我成功了 我妈抛弃家庭后 我跟我爸生活 单亲家庭的孩子总是敏感的 我也一样 在我爸跟第二个后妈 有了他们的孩子后 我选择叛逆 试图引起她的注意 但她用钱弥补对我的忽略 我以一种扭转的方式 逐渐度过了人生 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由此也注定了之后的那段不幸 在我27岁的以前 我认为在男女关系上 有点混乱是受我爸的影响 那些男人都不值得我爱 或是想去爱 两者有很大区别 前者是基于一定的事实考察 而后者很大概率是出于主观冲动 我妈是我爸第一任老婆 我永远记得他离开家时 天空阴霾 还蒙着一层雾 阴沉沉的易如我的心情 那年我四岁 我爸做生意 亏了很多钱 背一屁股债 我妈陪着我们 过了半年的苦日子就走了 他们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我妈背叛了这个家庭 我对她没有多少怀念 何况我爸尽己 所能给了我双倍的爱 我爸是个舍得吃苦的人 我们艰难的日子 只延续了五年 他就翻身 做回老板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 转变我迎来了第一个后妈 她明明很讨厌 我还要装出一副好妈妈的样子 我同样讨厌她 我偷偷拉着我爸求她 我不想做别人的小孩 爸爸 是不是你也讨厌我 所以才带那个阿姨回家 说完 我就哭了 不是扯着嗓子 哇哇大哭那种 而是紧紧咬着嘴唇 故作坚强的流泪 爸爸最爱莎莎 你不喜欢的人 爸爸也不喜欢 我爸心疼得紧紧抱着我 不到半个月 他就跟女人离婚了 我不喜欢陌生的女人 插足这个家 可我爸没有中断 重新组建家庭的心思 我不知道 他是心理跟生理 都需要一个女人来填补空虚 还是单纯的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十二岁那年 我迎来了第二个后妈 这个女人是我小姑介绍的 她对我没有当面一套 我对她谈不上喜欢也没多讨厌 我问我爸 你跟这个阿姨会生小孩吗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害怕面对将来未知的岁月 但更害怕她会跟有些重组家庭的父亲一样 一切以后妈跟他们的孩子为中心 她摸着我的头笑了 不管我跟你阿姨会不会有小孩 你是我第一个孩子 在我最难熬的日子里 你是我奋斗的希望 所以没有谁能比过你 我松了口气 但在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出世后 我的不安日渐放大 我内心越来越矛盾 一方面觉得婴儿需要父母更多的关爱 另一方面 又觉得我爸对弟弟的爱超越了我 我开始讨厌回家 学会叛逆 逃课 早恋 学小太妹 跟人去酒吧玩 似乎只有这样 才是有意义的青春 或者说 我想通过变成坏孩子的方式 引起我爸的注意 为此 我爸很生气也没少骂我 但骂过之后 又会给我一笔钱做弥补 在他看来 我失去亲妈关怀的主要责任在他 可我要的根本不是钱 我爸生意越做越大也越来越忙 他空闲下来 那点时间只够分配给后妈跟弟弟了 他总跟我说 莎莎 你长大了 要慢慢学会用成人的思想去看待 思考身边的人和事 包括这个世界 是啊 所以你不用管我 我听烦了这种说教 我肆意地挥霍着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我放逐了自己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人爱我了呀 大学毕业后 我爸送了我一辆三十多万的车 我开车出去玩了大半年 我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还是想回家 到家门口刚把车停稳李严谨 就兴奋地跑出来 他围着车转了一圈后 坐进副驾驶 姐 趁妈不在家你 带我出去都一圈呗 我下车 绕过去 板着脸一把打开车门 兜屁的疯 赶紧下去别让我说第二遍 从这个弟弟分去我爸的宠爱后 我就开始讨厌他 包括那个更小的妹妹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李严谨打小就沾我 我给他磕糖都能乐得跟小傻子一样 我上大学的时候 他隔三差五打电话 我烦得不行 他再打来我确定没要紧事 就会直接挂 在之后 他就很少打了改成写信 每个月雷打不动的 我都会收到一封 里面巴拉巴拉一堆废话 很多时候 我都想不明白 他到底在坚持什么 李严谨两只手紧紧地抱住座位 靠背 姐 就一次行吗 你不同意 我就要哭了 你想想一下那个画面 还是挂着鼻涕那种 你恶不恶心 我翻了个白眼靠在边上 有点烦躁想抽烟又忍住了 他软磨硬泡 继续求我跟唐僧念经似的 我不想被超度深深吐了口气 做回驾驶位 系好安全带 回头 你妈知道了自己跟他解释 放一百二十个心 他激动地拍着胸口 怎么说 我也是小小男子汉 哪有让你帮我背锅的道理 我懒得看他嘚瑟 车子驶入江宾大道后 他兴奋地嗷嗷叫 姐 你是咱海城最萨的美女 我是最酷的仔 欢迎回家 我勾了勾嘴角 这种别样的迎接方式 感觉似乎不错 当那辆车从右边 插到急速冲出来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往左打方向盘 我知道左后方有车 可我来不及想更多 我无法想象 如果不这样避开那辆车 直接撞上右边会是什么后果 连续两道猛烈地撞击后 我的车倒翻在中间的隔离带上 我努力维持 清醒不停地喊李严谨 他没有回应 那一刻我整颗心都沉下去 我后悔为什么没像以前一样 冷漠地拒绝他 醒来时 我爸守在病床边 我艰难地问他 李严谨呢 他有没有事 我爸摇头 别担心 他左腿骨折伤得不重 你才该好好养伤 对不起 我没想到 我差点就害他失去了心爱的儿子 也失去这几年唯一没有被我的冷漠 距于千里之外的弟弟 没有人能预料意外什么时候来临 作为姐姐 你这次做得很好 等我精神好一些后才知道 那辆冲出来的车涉嫌醉驾 谁能想到大中午都会有人喝醉了飙车 值得庆幸的是我当时下意识地反应避开了最危险的撞击 事故后 从我那辆车的尾部右侧就能看出撞击力有多大 换成副驾驶位的话恐怕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李严谨能下床就来看我 姐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是我任性害了你 看他哭的鼻涕都出来 我嫌弃地瞥了一眼 把眼泪鼻涕都擦掉好好说话 我都靠挂葡萄糖维持了你还想把我恶心吐啊 他赶紧抽纸擦了一把 又气鼓鼓地瞪着我 我那么伤心你居然还嘲笑我 果然是天底下最冷漠的姐姐 我冷哼一声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她每天都会来看我尤其是她妈在的时候 更是磨磨叽叽找各种理由留下 我知道她妈嘴上不说 但心里怨恨 我没有权利为自己辩解 毕竟确实是我开车带李严谨出去 才会让她遇到危险 出院后我搬去了城郊的房子一个人住 无论李严谨怎么闹我都没单独带她出去过 我拒绝跟家里任何一个人走得太近 我觉得越来越孤独 尤其害怕晚上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我开始频繁交男朋友 我早不是什么纯情少女 身体得到满足后 心灵才没那么空虚 我爸恨铁不成钢的指着我妈 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你交往的那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你知道他们背后怎么说你吗 说我是公交车 我无所谓的笑了笑 男欢女爱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为什么就认定上了床就是女人吃亏呢 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可以是女朋友 不需要同样能一脚踹开 我很清楚现在的生活有多糟糕 可我没有想要追逐的光 沉沦或者清醒又有什么区别 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说这种话 我爸愤怒地抬手就要打我下一刻 又无力地垂下去 沙沙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是个失败的父亲 从你把杨丽带进家门那天起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你嫌弃我乱交男朋友给你丢脸 觉得我缺了男人活不下去 可你又比我高贵在哪 你娶了三次老婆 你不也缺了女人就活不下去 我歇斯底里的大吼 杨丽就是我第二个后妈 她对我自然不能跟自己的亲生子女相比 但生活上也没磕待过 可我就是恨她 她为什么不跟第一个后妈一样讨厌我 为了钱像个卖身女一样贴着我爸 我爸的巴掌还是打在了我脸上 她既愤怒又失望 你根本不明白一个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她走了 我的日子依旧浑浑噩噩地继续 我想我大概会在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里 逐渐消亡 入秋的时候 我得了重感冒蜷缩着躺在床上 我不想吃药更不想去医院 我凝视着雪白的天花板 想着就这样孤寂地死去 不打扰任何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敲门声响起 我装作没听见 李严谨前两天说她跟老师启程去省城参加数学竞赛要好几天 死皮赖脸地磨着我给她加油打气争取第一 所以不是李严谨 那就是无所谓的打扰者 沙沙沙沙 开门哪 小姑焦急的声音隔着门传进来 我冷笑 一把扯过被子 连头一起蒙住 杨丽是小姑介绍给我爸的 我连着她一起恨上了 可能是蒙着被子的缘故 我的头越来越沉 似乎快喘不上气了 模模糊糊间 感觉有人进了房间 有小姑的声音也有别人的 好像还有我爸的 怎么可能呢 那天之后她除了给我卡里赚钱 我们一句话都没说过 她不是已经放弃我了吗 我是高烧导致的昏迷 小姑说再晚一点 就要烧成傻子了 我自嘲地笑起来 傻了更好 你们把我丢去精神病院 也没人会笑话不是吗 她本来是跟我开玩笑 这下笑僵在脸上 莎莎 你真的是用正确的眼光 来看待你爸再婚的事吗 每个人都有选择伴侣的权利 就因为你妈妈的背叛 所以连你也要剥夺 你爸后半生的幸福 我用力撑起虚弱的身体 增加我对小姑的对抗气势 可我爸承诺过 我会一直带着我 直到我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爱人 即便到了那天我依旧是她最爱的孩子 永远都是 可她没有履行诺言 就跟我妈一样是个骗子 说完我哭起来 我都忘了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小姑沉沉地叹了口气 你爸现在一样爱你 但她不仅有你一个孩子 难道你要让她不去管严谨跟彤彤吗 你没有亲妈疼爱 是不是也要让他们失去爸爸的疼爱 他们有什么错 他们的出生就是错 最大的错就是杨丽介入了我跟我爸的家 我用力地锤打着床檐怒吼 病房门砰的一声被打开 我爸冷着脸走进来 如果一个孩子的出生有错 李莎 那你呢 爸 你终于说出来了 我浑身颤抖着说出了长期心埋于底的恐惧 在你看来 我妈离开你的根本错误在我身上 如果不是我小时候三天两头生病 你就不需要冒险做生意 就不会亏钱负债导致我妈离开 我是罪魁祸首 那你生我做什么 生育是你能决定的呀 这些是我奶奶经常抱怨的话 她恨我妈也恨我 直到我爸又赚到钱 且越赚越多后 才不说我是个灾星 可那时候我身体若生病 是我愿意吗 我妈离开我们 又是我希望的吗 就算我爸意识到我奶奶拿我出气搬出了老宅 可她除了一句小孩子不懂事别乱说之外 从没解释过 我爸愣住了 小姑瞪着她骂 不愿意好好说话就出去 你们父女俩闹到现在的地步就是不会好好沟通 你要拿出在生意场上跟客户过招的耐性多关注一下 沙沙的成长她会变成现在这样吗 不是我不关心她 你也不看看她从严谨出事后是个什么样子 我爸目光复杂的看向我 我跟她对视坚决不愿表露半点软弱 她早就不是我引以为傲的那个好爸爸了 小姑见她这副养子气的大喘气 好 那就说说严谨 你对严谨那么严厉就因为她是男孩吗 你很清楚她的到来对沙沙的冲击有多大 你让她处处想着一个对她冷漠的姐姐 因为她分走了一份父爱 可她也是个孩子凭什么要承担你的责任 这番话像一记闷锤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原来成天笑呵呵的李严谨也觉得委屈 我把她推多远 我爸就会把她推回来 她那么懂事不是天生的 她才九岁 我跟她一样 年纪的时候是我爸手心里的宝 我爸沉默了 好一会儿才艰难开口 莎莎对我重组家庭的是很排斥 她心里一直怪我也恨杨丽 严谨打小就喜欢沙沙 所以我才想着他们姐弟亲近一些 让她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是我错得太离谱 你心里怎么想的完全可以对沙沙说出来 她已经是大人了 小姑姑拍拍我爸的肩头 你们父女俩聊吧 别聊太久 沙沙还定着呢 小姑出去后 我爸提着凳子坐到床边 你姑骂得对 我总想着你 渐渐长大心思 太敏感 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听 你成长的关键时期 我没有尽到一个好父亲的责任 她说了很多 听到后面 我又忍不住流泪了 我也在忏悔自己犯下的错 我才二十三岁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 婚姻和为人父母 这两样 我只是凭借自己从书本和生活中 看见听见的来判断好与坏 也许就像我爸说的一样 只有亲身经历了 才懂得珍惜和悔恨 我开始渴望 找一个能达成心灵沟通的人度过余生 再生一个或者两个孩子 叫他们蹒跚学步 成长 在此之前 我需要一份工作 想找一个优秀的伴侣 首先得自己优秀 可能是受我爸影响 我不想去公司从个小职员做起 或者挤破头一样考公务员 我想自己做生意 可具体要做什么生意 不是想到就去做 可行个业太多了 我必须有自己的精准定位 考察了海城的市场后 我决定做美容养生会所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学习 技术方面 我可以不精通 但必须摸清楚 这个行业如何运营管理 我爸支持我的想法 他给了我一张卡 里面有两百万 本来就是给你准备创业的 房子你要找临街 铺面的话也有现成的 装修这块 我跟你小姑说过了 到时候找你姑父就行 爸 谢谢你 我干脆利落地收了卡 走的时候 又笑着说 等会所营业了 让阿姨免费体验一变高级VIP服务 我找的可是有政见的专业团队 站在宫廷的角度上来说 杨丽已经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后妈 当我换一种心态 去看她对于李严谨 因车祸受伤有怨气的事 也能理解了 毕竟没有一个母亲 不担心自己的孩子 我爸也跟着笑起来 姑娘笑静得她一准去 从办正装修招聘到员工培训 花了半年时间 开业头一天 我爸带我去车行给了我一把钥匙 他指着那辆红色酷炫的跑车 单独送你的开业礼物 既然开始自己的事业了 肯定会结交新的朋友圈 对于有些阔太太来说 门面很重要 我笑着接过来 爸 你给我那么多 可要跟严谨 还有彤彤好好说 让他们知道 你留给他们的不比我的少才行 那是必须的 我还能在一个坑里摔两次 我爸摆摆手 行了 去开一圈感受一下 会所开业前 就做了足够的宣传准备 且专业人员配置到位 再加上 我爸跟我小姑他们的人脉 初步运营效果非常不错 事业上有了笨头就轮到婚姻了 可我对身边凑上来的男人不感兴趣 我小姑旁敲侧击地提起结婚的事 以前我们不喜欢你胡来 但你现在一门心思放在会所也不行 女人过了三十生孩子 对身体不好 我爸也提过几次都被我三言良语打发了 我的理由很充分 一群软饭男跟凤凰男仗着自己多了三两肉 就想找个TMG想替吃呢 原本我也坚定要找个心灵契合的男人 但这几年下来 跟大海捞针一样 我也不指望了 我有自己的事业 也不缺钱 实在不行到了年纪选个品行不错的就行 小姑是个行动派 她这么说 估计是有看好的人了 我眨眨眼问她 你挑的人 我爸是不是也知道 何止知道还熟呢 小姑笑了 去年你爸不是去云江市那边开发温泉度假别墅吗 富士长龙瑞分馆这块打交道的次数不少 敢巧龙瑞她儿子也到了结婚的年纪 人不错比你大一岁 见小姑那么热心 我也不好泼冷水 就顺着往下聊 她做什么工作的 工作时髦得很 就是最近很火的那种什么网络平台团队运营 旗下签了不少网红主播 她自己赚的钱都买两套独栋别墅了 什么团队不团队说穿了不就是资本运营呗 我收起玩笑态度 小姑 虽然我不懂这里面的谁有多深 但绝不是百十万能操纵的 谁能保证那些钱是干净的 不是我阴谋论 龙瑞有权想要钱有的是人送 她儿子搞运营团队 其实资本是多少 五百万还是一千万甚至更多 钱哪来的 小姑看起来有些不高兴 行行 你不想认识就当我没说 如今各行各业的竞争力都大 我不知道小姑想拉这条红线 到底是为了我好还是掺杂了别的目的 但我绝不能让我爸也生出这种心思 也不会让自己的婚姻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 我趁我爸回来的时候 单独跟他聊起这件事 爸 你也觉得我应该尝试着跟龙瑞他儿子交往看看 不是应不应该 我是想着你年纪不小了在海城又没看得上的那就换个地方 他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知道你担心龙瑞以权谋私又通过他儿子那边洗钱 但据我所知龙瑞没有出格的地方 如果我还是不想跟他来往呢 我爸叹了口气 我不勉强你跟谁交往 但我希望你早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不能一辈子陪着你护着你 也不会逼着你结婚 但朋友跟家人是不一样的 看他操碎一颗老父亲心 我也不忍回绝得太难看 好吧 我试着交流看看 但谈不来那位龙市长迁怒在工程上卡你的时候 你可别怪我 他这才高兴起来 你老爸 我又不是才步入社会的愣头青 要连这么点关系都处理不好早回家种田了 再说龙瑞能做到市长也不是那种为了儿女小事就乱来的人 我跟那位市长儿子交流不到两个月 连男女朋友都没确定就互相拉黑了 我承认自己先入为主的认定他存在非法收入 所以说话时不时冷嘲热讽的 人家做惯了少爷派头也受不了我这种脾气 不过有一点还真不是我冤枉他 为了证明我不是故意拒绝我爸的好意 我没少花心思找人帮忙调查 结果可好 这家伙还是个海王 我爸见我摆出来的证据实脸都绿了 就这德行还是长儿子呢 得亏你没被忽悠 不然我真会让人揍他 之后再有人拉欠宝媒 我爸就谨慎多了 在调查对方背景之前 绝不拉到我跟前说 我爸打开手机里的照片 苦口婆心地介绍了一堆 沙沙 这个你要再看不上 我也不知道上哪帮你找好男人了 照片里的人说起来 还跟我们家有点关系 确切地说是跟杨丽有关系 对方是他表叔的儿子叫宋正 大学毕业后 考了编制前不久刚调来海城市组织部 杨丽对此不好多发表意见 对我温和地说 你觉得行 那就先当朋友处 不行也不影响什么 反正我跟他们家也没多少联系 只是明面上的亲戚而已 我仔细看了一眼照片 宋正的长相偏端正类型 就照片而言我不讨厌 我加他微信试着处处看 宋正不是个有情调的男人 但他在一些细节上会礼貌地顾及我的感受 可以初步确定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随着时间的延续 我们的交往比朋友多了一丝暧昧 但比起恋人又少了一份心动的感觉 这天他送我回家后 我没有立刻下车 转头认真的问他 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或者说了解我以前的经历 他点点头 绝大部分人结婚前 都有交往男女朋友的经历 甚至更深一层的接触 在你之前我也有过女朋友 所以我没有权利 从自私的道德层面上 记恨你的过去 虽然没有擦出火花那样的浓烈感情 但对他比较坦诚 这一点我是很满意的 既然没有太深的感情 我选择打直球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 差不多一年了 你有结婚的打算吗 他笑了笑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选你是觉得你是个有责任的人 作为家人会感到温暖 那你选我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他说什么 我爱你之类的 我会立马下车离开 并且果断分手 违背本心的承诺 我不需要 他考虑了一会儿 很奇怪 我想跟你结婚也是基于同样的判断 你不会背叛家庭抛弃孩子对吗 当然 那不就行了 我们对于婚姻有同样的标准 就不会有太大分歧 没有几对夫妻永远活在爱情里 这样的话你的准备可以落到实处了 说完我笑着下了车 我爸很满意宋正 双方父母商订婚事后 就开始筹备婚礼 日子定在半年后 我以为我会跟宋正结婚 生子 而后平平淡淡地过完后半生 但江明卫的出现打破了我对这段婚姻的认可 我跟很多女人一样渴望跟爱慕的男人结婚 哪怕她在别人眼里并不优秀 江明卫是我高中同届不同班的校友 我对于她的爱慕源于高二时候 跟同学晚上出去玩遇上小混混 被调戏 我二话不说 跟个小太妹一样抡起烧烤摊的塑料板凳砸过去 场面混乱了没一会儿就被压下来 江明卫跟朋友出来 吃晚点正好路过 她认识那活小混混把人叫到旁边说了几句话 对方就跟我们道歉 过了十年我都清晰记得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同学跟男生动手是会吃亏的 可能大多数少女都有个英雄梦 我觉得她就是身带阳光拯救弱者的英雄 她跟她姐姐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 她长得帅气篮球打得好在外面 也认识不少人 她姐在校期间成绩稳居年级第一 但我跟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是众星拱月的追逐对象 喜欢的也是性子温柔成绩优秀的漂亮同学 而我是公认的坏女孩 江明卫是我藏在心底眷恋的阳光男孩 我一直默默关注着她 在得知她跟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要结婚后 我就迫使自己去忘记 而现在她们分手了且没有复合的可能 根源于她妈妈看不上那个女孩 只是个卖家乡特产的小贩 还是那种没有铺面只能零散销售的 我加过江明卫的微信 除了年节日互发很普通的祝福语外 没有更多交流 我想试试我跟她有没有可能 很快朋友组局唱K的时候 我们碰上了 江明卫 我记得你 我鼓足勇气跟她说话 她似乎此时才注意到我 威愣之后开了句玩笑 我知道你 海诚炙手可热的儿媳妇人选 很幸运跟你做过校友 记得根知道相去甚远 但我已经不在意这些 我克制住内心的激动 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七岁的年纪 而让我心动的男人离我那么近 这晚之后 我跟江明卫时不时地发微信聊天 闲暇时也会一起吃个饭 我不想跟她做普通朋友甚至好朋友 而是成为她的女人 我知道自己的做法有多令人不耻 我再过一个多月就要结婚了 可我就是没法按耐住自己的内心 我开始试探江明卫 我想任何一个男人 尤其是交往过女朋友的男人 都能去分出暧昧跟正常来往的差异 就是一次 我这样坚定地告诉自己 如果她回应 我那我会义无反顾地奔赴向往已久的爱情 她约我见面 在江滨大桥上 看夕阳是很多情侣都会做的事 她看着远方很平静地说 李莎 你快要结婚了 我呃了一声 所以你知道我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但我想知道你是因为我有婚约才拒绝我 还是因为对我没有心动的感觉 哪怕一点 她转过来指示我 以你作为别人未婚妻的身份 我们的关系就止于朋友 我勾着嘴角笑了 有你这个回答就好 很快我就会恢复单身 我先跟宋正提出解除婚约的事 好在我们还没领证事情 并不算复杂 我都做好被她骂的准备了 她只是皱眉沉默了一会儿 冲动的爱情在有了婚姻关系后 保质期很短 何况人是会变的 有时候你以为的人是什么样 也只是以为而已 就算是错的路 我也宁愿一直错下去 我的声音带了一丝怒火 她可以骂我 但不能贬低江明卫 宋正苦笑一声 好吧 那我 祝你们幸福 当我跟我爸说了 我和宋正司底下 已经达成一致决定退婚时 她的怒火可想而知 就差举办婚礼这一步 亲朋好友的情帖都发出去了 你跟我说退婚 你是疯了还是脑子进水 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 但我有机会选一个彼此相爱的对象结婚有什么错 只是时机晚了而已 我太爱江明卫了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反对 我们在一起 我都不会放弃 彼此相爱 我爸眼里的怒火恨不得化为实质 李莎 你怎么那么没底线 起码现在 你跟小郑还是名义上的未婚夫妻 居然跟别人勾搭 你的脸呢 我耿着脖子看向他 心理上我是违背了道德 但我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背叛行为 那个男人是谁 到了需要见家长那天 我会把他带回来 他很好 在知道我有婚约后就止步于朋友 是我想跟他光明正大的走下去 我从没想到 你的叛逆会扭曲到极致 我 算了 我拼着这张老脸 不要了去跟宋家退亲 作为父亲 我最后宠溺你一次 仅此一次 我爸很失望 但我坚信等他看到我未来的幸福 生活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庆幸 我终于不用遮遮掩掩的跟江明卫谈情说爱 我的眼里只有他 他就是我的光 我一定要牢牢的抓住这道光 但江明卫似乎不急于结婚 他觉得我们还年轻不该被婚姻家庭所累 我有些慌了 感觉下一刻就会失去他 我们可以不跟父母住一起 婚姻会是我们爱的延续 如果你觉得婚后有孩子的问题 会影响我们暂时可以不要 他抱着我亲了亲 笑问 你在紧张什么 我又没说不跟你结婚 只是没必要那么早而已 我紧紧地回报住他 我爱了你十年 我不想得到又失去否则 宁愿没有得到过 好吧 结婚的问题我会好好考虑 他说考虑 却迟迟没有明确回应 我知道他爱婉 喜欢自由 但我不能放纵他的自由 我必须用另一种方式 让他做出结婚的决定 趁着去旅游的时候 我在避孕措施上做了点手脚 按照日子例假 已经推迟了十多天都没来 再等等就能确定结果 我担心空欢喜一场 足足煎熬 等待了两个多月 拿到医院检查单那一刻 我激动地拿着他亲吻 孩子是我跟江明卫结婚最大的仪仗 我相信他会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拿着检查证明高高兴兴地约他见面 他肯定想不到会有个意外的孩子 这是我跟他爱的结晶 令我没想到的是江明卫的惊大过喜 他拿着检查单反复确认 怎么回事 咱俩每次都做了保护措施 怎么还会怀上 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声音发颤 他丢开检查单一把 将我拉过去做到他腿上 沙沙 我们都还没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 如果孩子生下来 却没法得到跟别人一样的爱 你觉得他会幸福吗? 如果我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呢? 我推开他站起来 你知道我从小就没了亲吗? 有些感情一旦缺失了 任何人都无法代替 我不会做跟他一样的人 如果非要在他跟孩子之间做选择 我会坚定地选择后者 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失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机会 江明卫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这件事我们好好商量 我也没说不要孩子 可你想过 没你爸对我有意见 他能同意我们结婚吗? 他这一点说的没错 但不是阻碍结婚最大的障碍 我定定地看着他 如果我爸同意 你会不会跟我结婚? 他愣了一下后 笑道 那肯定的 毕竟我可是你肚子里孩儿他爸 作为成年人 当然是孩子 跟孩儿他妈都要 我放下心来 让他跟我一起去见我爸 他不同意说 我爸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情绪肯定很激动 这种情况下 他在场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 虽然有点不舒服 但换一个角度 想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我单独跟我爸谈 我爸当场把检查单撕碎 你胡闹也有个限度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江明卫不是个好东西 在你眼里什么样的才算好东西 我不想吵架 但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有偏见 他冷笑两声 你这是铁了心为一个渣子放弃家人 你以为我对他有偏见 可你真的了解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吗? 你不就想说他交过好几个女朋友 对我更谈不上什么真心?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同时脚踏几条船 就算是这样那也是以前 有几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封过一段时间 我也一样 所以我不会在意他的过去 我只要知道 以后他只有我一个就够了 我不愿意接受江明卫脚踏几条船的说法 就算真的是事实我也选择自欺欺人的将之归结为不成熟 我爸看着我好一会儿没说话 眼神里夹杂着愤怒 不解 失望 进而转为冷漠 他接下来的声音跟眼神一样冷漠 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 我没法阻止你跟谁结婚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选这个人的话等你嫁出去就跟家里断绝关系 给你的属于你剩下的跟你没关系 而且没有嫁妆他家给多少聘离我 一分不留权是你的 我没想到要面临这种抉择 爸 你一定要这样吗 我只是想找一个有爱情为基础的家庭 当初你跟我妈如果真的相爱她会在你落魄的时候离开吗 你要搞清楚是你爱江明卫不是她爱你 我正是不希望你不我跟你妈的后尘才不同意这门亲事 我叹口气 算了 我会不会幸福不是你说了算 但我一定会给我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江家来提亲的时候 我爸全程冷着个脸 也把嫁妆的事提了 江明卫他妈陪着笑脸说 这有什么 你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成了我儿媳妇 将来我一样把她当自己闺女一样疼 我爸阴阳怪气地笑了声 子香母 你觉得这话我信吗 她见我脸色难看 又添了一句 当然 我也只是丑话说在前面 怎么说 也是我女儿如果你们家对她不好 我肯定也会找你们要个说法的 谁家女儿嫁出去受了气做父母的都不舒坦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理解 江明卫也顺着她妈的话说 叔叔放心 我以前是贪玩了一些 但很快都要做爸爸了会好好对杀杀的 我爸冷哼一声 无声表明态度 不管我爸怎么看待我结婚这件事 婚期都安排在了两个月后 很仓促但没办法 不然我肚子月份太大场面上不太好看 我以为等待我的会是幸福生活 或者说我花足够心力 经营的婚姻一定会幸福 可惜这个美梦在我生夏儿子半年后就破碎了 那晚我表弟苏和开车 带着李严谨一起来找我 表姐 你赶紧跟我走 看看你以为的好丈夫好男人是个什么德行 李严谨也催促我 姐 你被那个渣男骗了 我们带你去逮个现行 再拖就来不及了 我不敢相信 你们有什么证据 证据 苏和都要炸了 我朋友的朋友亲眼看见江明卫 跟一个女人进了同一家酒店 同一间房 在里面一个多小时没出来 还挂了免打扰 都这样了总不会是朋友谈心吧 我掐了掐手心 稳住情绪 明卫不可能在海城做出这种事 李严谨一边拉着我往车里赛一边说 他要赶在海城那就真是没脑子了 是阳城的商务酒店开车过去最快 也得三四个小时 别磨叽了赶紧的 我想起车祸的事赶紧拦住他 我跟苏和去就行 今晚你就留在这儿 姐 我不能遇到一次意外 就避开所有交通工具吧 你这种心理的改 他一把关上车门催苏和赶紧开车 苏和回头看了我一眼 严谨说的没错 再说他是你亲弟弟能看着你被人欺负不吭声 他就是打不过那王八蛋也得摆个态度 我们到酒店房间门口的时候是半夜三点多 按照苏和那位隔了一茬的朋友说他在大厅肩负着钉梢的任务 他确定江明卫跟那个女人都没出去过 所以人还在房间里 可我瞬间失了揭破残酷事实的勇气 李严谨急了 姐 别告诉我 你要装作不知道继续稀里糊涂地跟渣男过下去 别忘了你是奔着幸福才跟他结婚 但事实上你幸福吗? 我确实没有体会到真正的幸福 婚后江明卫借着工作的由头往外地跑 我看她手机她还冲我发脾气吵架 而我婆婆在我拒绝拿钱帮江明卫做外貌生意的时候就变脸了 至于江明卫她姐 当初一例促成这门婚事 再发现我爸真的不管我后也变了 她想让江明卫跟那个曾经被他们家看不起而今做短视频火了的女孩复合 可惜人家不鸟她 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 但江明卫怎么可以背叛我? 我深吸一口气让服务员帮敲房门 借口楼下房间出现严重渗水需要及时进去检查 唯由骗江明卫开了门 她看到我瞬间脸色大变 苏和把人推开让我进去看 当我见到大床边坐着的女人 再也没法欺骗自己了 没想到兜兜转转我也走上了离婚这条路 也许这就是我固执的惩罚 我就不配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走出民政局大厅时 我爸让李严谨把我喊过去说 一家人吃个饭已经定好位置了 她让我跟她坐一辆车 杨丽开我的车带上李严谨兄妹和我儿子 沉默了很久 我流着泪勉强笑了笑 爸 我这是自找的 她偏头 看我一眼叹了口气 人的一生总是通过跌倒和爬起来不断前行 除了生老病死人生 无大事 遇到挫折时 你要学会跟自己和解 才有足够的心力面对未来 我点点头 天色很好 我应该去追逐真正的阳光